男孩带着全部家当离开的住所,来到野外,开启了他的新生活。 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跟随着镜头,来看一看吧。 眼前的这个越南男孩,名叫小骏,他是一名孤儿,租住在这里已有好几年,平时靠着种些瓜果蔬菜。 上山采摘山货售卖维持生计,刚起床的他,坐在台阶上清醒了会。 小骏来到自家菜园子里,照看起自己种的仙菜,为他们拔去刚长出来的野草,忙活离阵。 家里迎来了两位大叔,走在后头的正是这片地的主人。 直到房东在门前喊了小骏几声,他才反应过来有人来了,连忙上前迎接。 几人在屋檐下的椅子上坐下,小骏拿出个衣的杯子,礼貌性地给房东倒了一杯水。 原来房东已经把这片地卖给了这位绿衣大叔,今天过来是通知小骏的。 男人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他,大意识说明了这片地的归属情况,并告知小骏尽快搬走。 两人走后,小骏回到了屋内,躺到床上不禁抹起了眼泪。 王后就要离开这个居住了好几年的地方,他是有些舍不得的。 想到这几块辛辛苦苦打理出来的菜园,马上就不属于他了,结合自己的身世,只觉得心里委屈得很。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导致他没有一丝准备。 不由又夹杂了一些对未来的迷茫,调整了好一会,小骏才接受了这个现实。 来到水桶边洗了八点,打算下午就收拾出来离开这里。 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其实东西并不多,先收拾好窗布凉袭,全部塞进了编织袋里,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 锅碗瓢盆这些自然也不能落下,出去做饭吃饭还是用得到的。 收拾完这里,又来到院外提了两个桶放在一边,随后回到屋内,拿起桌上的小猪储蓄罐,用木棒一下敲碎。 里面的这些钱是他省吃俭用好久才存下来的,这回离开也不得不全部带在了身上。 出门在外有点钱傍身,总归心里踏实一些,小骏不忘把这些碎片收拾掉,虽然不住了,但屋子还是得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回去,整理好自己不多的东西。 他坐在门槛上,最后看了一遍这坐住了几年的院子,心里也在盘算着自己该何去何从, 压下心底复杂的情绪,他戴上帽子,关好门窗,就此打算离开。 最后看了眼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菜园,怀着不舍的心情来到了马路上,路过小卖部,进去买了些食物当作晚餐,再次出发。 沿着马路,小骏越走越偏,他的想法是找一处没人的地方先渡过今晚。 一段时间后,他已经远离了村子,这里是一片农田,而且有一个搭建在这看护作物的窝旁,私下无人。 到布鲁就在这睡一晚,带着一大堆东西走了这一路,他也是有些累,休息了好一阵子。 直到日暮西沉,他才动身来到附近,找了一些枯竹竿带了回来。 经过柴刀的处理,架起了一个柴火堆在野外生活,尤其是到了夜晚。 明亮的篝火可以给人不少的安全感。 坐在一旁草草地吃过东西。 小骏摊好凉洗,拿着柴刀放到了枕头旁,用来防备可能存在的危险。 他打算早点休息,为明天搭建新竹所养足精神。 第二天,小骏早早地醒了过来,边上就有个不小的湖。 他来到湖边洗了把脸,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小骏往这远处走去,他打算在这附近找一块地出来,勇于搭建自己的住所。 寻找离阵,他来到了一片荒地前,这里紧挨着湖边,但又有一定的高度差,风景更是不错。 那也不用犹豫了,就在这里吧。 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材料。 而当地随处可见的竹子,因其良好的可塑性和比较轻便的特性, 一直是搭建房子的上号建材,收集了一堆之后也把它累得够呛,休息了好一回。 小骏才拿起安好手柄的铲子,开始平整地面。 一顿忙碌之后,已是整备出了一块不小的平地。 而后他拿了根细竹汁,大概计划了下屋子的高度,按照这个尺寸, 将收集来的竹竿聚成了对应的长度,一连搞了五根出来。 每一根上还切掉了一半,应该是待会安装的时候用得到这个结构。 接着还需要在地上挖出对应的几坑。 好在这里土质不算坚硬,很快就挖好了五个坑,抬起竹竿,使劲在坑里倒了几下,顺道将缺口对齐。 这样放上防凉,刚好能架在上面。 施了下没有问题后,将泥土填回,用力倒石。 接着拿来铁丝,将各个交界处捆扎牢固。 同样的方法,在底下稍矮一些的位置,绑上横梁。 间隔开来,在竹竿上打好标记,说出来下一步要用得到多少根船子。 小骏继续来到这堆竹子前,将其对半破开,得到了一堆半月形的竹板,一一架到房梁上后,用钉子固定牢固。 最后再打上领条,屋子的框架就算完成了,可以看到他所造的这座房子。 两面屋顶并不是等宽,窄一点的那面只能算是屋檐,实际能使用的面积也就是柱子内的空间。 不过对于他一个人来住,应该也够了,坐在地上休息了一阵。 他再次起身,回到了昨晚睡过的地方,带上自己所有的东西,放到了新家的角落上,来不及多坐停留。 他还得赶在天黑之前,把屋顶给铺盖起来,手里握着柴刀,来到了一片茂盛的茅草地里。 当地除了棕榈叶,这些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用来铺设屋顶的材料。 只不过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并且防水性没有棕榈叶来得好。 整整收集了有一大落,小郡掏出绳子,将其捆了起来,带回到住处。 他又马不停蹄,削了一些细竹片出来,采用交错编织的方式放进去茅草。 塞满以后,竹片的弹力会自动将茅草掐紧。 按照这个办法编满了所有茅草。 小郡抬起它们,先放到了屋顶上,散落的碎屑飘了它一连。 为了保证这些茅草不被风刮跑,还需要用竹面将它固定在领条上。 够不到了就爬上屋顶,继续完成所有屋顶的铺设。 直到整面屋顶都被茅草所覆盖,小郡跳回了地面,摇了摇柱子,又检查了一点各处的质量。 总体来说,他还算满意,喝了口已经不多的水。 他拿起水壶,准备去壶里打点水。 这回时间已是不早,也该为自己的晚饭做打算了。 只见他拿起铲子,朝着边上的土坡挖了起来,三两下挖出一个解义灶台,放上水壶烧个水,应该没啥问题。 等着水开的时间里,他也没有闲着。 收拾起自己的东西放到屋内,又去割里些嫩茅草,铺在了地上,再放上带来的凉洗。 晚上先勉强将就一下,虽然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但躺上去还是蛮舒服的。 稍微休息了会,水已经开了。 小郡从被楼里取出泡面和碗,倒上开水,这一整天都在忙着搭房子,没有时间去弄其他食材,只能吃点泡面果腹了。 而且,现在房子还远远没有到郡公的时候,明天他将继续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这个男孩实在是太能干了,独自在野外搭建出一间主屋,虽然进度不是很快,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上期我们说道,因为房东变卖了地产,他不得不离开了租住了几年的小院子,来到野外准备自己搭建一座小屋。 这回已经完成了屋子的框架和屋顶。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没多久,小郡就醒了过来,毕竟是在野外,他这一晚睡得很不踏实。 起来看了下今天的天气,还好没有下雨,收拾起被褥,以免放在外面沾染着泥灰,来到湖边打了点水。 戏把脸清醒清醒,回到屋子,他坐在地上打亮着四周,脑子里在思考今天要干点什么。 当然首要任务还是完成屋子的搭建,那么下一个步骤就该倒给四周加上墙面了。 只简单拿起一旁的铲子,以把手为持,放在地上测量了下。 心中有树后,对着地面挖了起来,简单的挖了两个坑后。 小郡拿起地上两根准备好的细竹竿,插到了坑里头,底部倒湿。 上方用钉子固定,这两根是为后续流出的窗户空间做的准备,看了下没啥问题。 小郡拿起锯,戴上了帽子。 现在还是清晨,野外的露水有点重,转身开始处理地上的竹竿,用锯子分割成了等长的小段,再用柴刀将其劈开,制作成了一根根细竹片。 足足花费了各把小时时间,得到了一堆短竹片和几根稍长一些的,带着长一些的来到屋檐下。 这些将作为墙面的龙骨,安插在了立柱周围和中间空隙处,接下来才是正式构筑墙面的时候。 这些短竹片被它以交错叠加的方式卡进了龙骨中,看得是不难。 但这活也是比较考验耐心的,又是在各把小时之后,才完成了左右两面墙壁中间空出来的位置。 它打算设计出一扇窗户,拿起一根竹片测量了下宽度,接着剧出对应长度的竹筒。 两头各开了个弧形的凹槽,以契合柱子的形状,上下再插入三根龙骨。 刚好可以卡进开的槽口之中,随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很快就能将整面墙搭建完成。 看了下今天的成果,非常的整齐美观。 中间流出来的窗户,为日后室内的采光提供了保障。 小骏对此也是比较满意,坐下来喝了口水。 一早上起来,到现在还没吃东西的他,这才感到鸡肠碌碌。 不过昨日来时带的食物已经吃完,他决定去村子里补充一些。 马路边上有个棚子搭的小卖部,虽然不大,但卖的东西那是应有尽有。 小骏先是要了两包洗发水,而后才买了一些食物。 回到住处,他把东西挂起,从中取出了洗发水,脱去衣物。 虽然身处野外,但小骏是个爱干净的孩子,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物。 小骏坐在屋檐下填饱了肚子,劳累了一天,时间已是不早,他打算早点休息。 四日一早,小骏在虫鸣鸟叫中醒来,站在屋外清醒了会,他带着牙刷河筒, 来到一个前人留下的布头上,用筒提了些水,开始洗漱。 不远处渔民们呈编制在进行捕鱼作业,小骏回来烧着了灶火,打算烧点水喝。 趁着这个时间,他劈了一些柴火出来,先叠在屋子里,以防被雨水打湿。 不知是柴太湿,还是湖里的水太多,总之烧了半天都没有开。 小骏索性接着昨天未完成的活干了起来,还是和昨天一样,先制备出要用得到的材料。 今天的这面墙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中间不需要留窗户,直接一排到底就可以。 所以,等他忙完,湖中的水早已开了,又凉掉了,正好灌到瓶子中留着喝。 接下来,他重新点燃了柴火,打算把水再次烧烫,待会可以泡碗面吃。 等着水开的时间里,小骏从袋中拿出了课本,虽然他没法上学,但他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所以,一有空间的时间,他就会拿起书本,温习一下以前学过的内容,认真地学习了一会,谁也开了。 小骏抛起这碗面,稀溜稀溜吃了起来。 虽然现在的日子艰苦了些,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也太爽了吧,南海一边完善自己的小屋,并抽空制作了根钓杆,靠它钓到了条不小的鱼,在野外也吃到了香喷喷的烤鱼。 这是小骏来到这的第三天,刚起床的他,坐在门前发了灰呆,起身看了下,好像有点要下雨的意思。 他来到屋内收拾起摊在地上当作床铺的茅草,拿起铲子打算在屋子四周一圈挖出排水沟,用来防备可能倒来的雨水。 可以看到屋后就是一个小土坡,但凡下点雨,水就会顺着土坡流到屋内。 所以,小骏今天啥也不干先,发现有下雨的迹象,赶紧就来挖这条沟,产出的土直接堆到屋内,待会可以用来填高地面。 进一步起到防水的效果,不单单是屋后,侧面同样需要处理一下,不然屋檐下滴落的水珠照样会溅到墙上。 时间久了,很容易发霉,小骏把挖出来的土堆到了墙角,这活并不轻松,只把他干得气喘吁吁,休息了一阵还得继续干。 他知道没有人会来帮他,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的一双手创造出来。 花了点时间,开完了这边的沟,他来到屋子另一边,这里离土坡过于地接近,他还得把坡铲掉一部分,才能顺利地挖出沟来。 正当他在忙着,突然听到不远处水面传来了动静,这引起了他的好奇,放下铲子,跑过去查看。 他分析,刚一定是有大鱼在水面扑腾了下,既然里头有鱼,那绝对是忍不了,得想个法子,把鱼弄上来。 只见小骏拿起柴刀,来到附近砍了一根细竹竿出来,带回到住所。 从背楼里一堆生活用品中,翻找出鱼线鱼钩和一个铁罐子,他决定制作一柄钓竿出来。 试试看能不能把湖里的大鱼给钓起来,来到前几日收集的材料前,从中捡了根竹枝出来,一刀下去,砍下来的一截飞到了湖里。 这是他没料到的,只能接着砍下另一根,削去侧边一层,使其变得不是那么圆润。 接着在一端开出了个草口,将其用绳子缠绕在竹竿上,如同一把剑的剑格一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用处。 随后小骏穿好鱼线鱼钩,钩在了鱼竿底部,测量出鱼线要用得到的长度,他选择和鱼竿等长,在竿头位置将线捆绑矛固。 他并没有把线裁断,而是拉了下来,在竹枝上缠了几刀,这还没有完成,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拿起一旁的铁罐子,在柴刀和锤子的辅助下将封口去掉,在另一端打入了一枚大铁钉,晃了晃,能发出叮铃当当的响声。 这应该是一个预警装置,让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它是如何把这些东西组合到一起的。 来到湖边,就地砍了根带树叉的木棍,消去多余的质压,插到了土里头。 原来这是给鱼竿做的架子,而之前不知道什么用的竹枝,这回正好卡在树叉上,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小郡拉起这卷鱼线,一直来到了屋子前,这才把它裁断,将线头穿过罐子上的洞,与钉子绑到了一起,挂到柱子上,如同一个风铃一般。 只要那边有鱼拉扯一线,马上就能听到动静。 这边搞定,他来到岸边,从水里沫了几个罗出来,用柴刀拍碎后,取出里面的罗肉,穿到了吊钩上。 目前其他都已准备就绪,就是还没有浮漂。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把自己喝水的塑料瓶子拿了出来,喝了几口,还有剩余地倒回了水壶里,带着瓶子缠到了线的中段位置,最后放下钩。 瓶子静静地浮在水面,等着鱼儿上钩。 然而小骏并不想清闲地坐下来钓鱼,他设置这套装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上鱼的时候听到响动,从而帮他节省出可以干活的时间。 这里还有剩下的活没有干完,门头忙活了一阵,忽然听到铁罐子发出了响动,赶忙放下铲子,跑过去拉起鱼竿。 可惜钩上空空如也,鱼已经跑得没了影,虽没钓着鱼,但这次也证明了他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大不了再来一次就好了,离上鱼只欠缺那么一丢丢运气,果然还没等他把这条钩挖完,他的好运就来了。 罐子再次响起,小军拉起鱼竿,结果还是条大鱼,用力了好一会才将其硬拉到了岸上,或好大一条螺飞,把小军乐得洗上为烧。 看来晚上可以改善下火时了,放进到桶里,拿出案板盖在上头,来到布头上将这条鱼结果了之后,他削了一根长竹片,分成对半将鱼卡在了中间。 看来他是想制作烤鱼了,在残留了一半的土灶里点燃柴火,他把鱼架到了一旁,倒不急着放上去烤。 凭借着过往的经验他知道,但凡烤什么东西,都不能用明火直接烤,不然火太大东西会被烤焦,放到边上利用火焰的鱼温才是明智的选择。 等待的时间里,他把这套钓鱼装置收起,晚上已经够吃,也许留到以后还能再用。 回来继续干起了活,又是忙活离阵,终于是把这条钩铲完。 接下来,小骏把屋内的所有东西都搬了出来,开始平整铲出来的泥土,想得待会有烤鱼可以吃,连干活都有劲了起来。 大概铺平后,再用脚一一踩石,最后换上铲子拍打一遍。 途中小骏还不忘给鱼翻个面,重新拿回室外的东西放回去后, 今天的活总算忙完了,他终于可以专心地坐下来烤鱼了。 随着它不断地翻转,鱼已经变得两面金黄,油脂在一滴滴的滴落,看着卖相就非常不错。 不得不说,他的厨艺还是过关的。 继续等待了几分钟,小骏被烤鱼散发出来的香气诱惑得不行。 取下烤鱼放在了锅上,拿来筷子,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鲜嫩的鱼肉瞬间填满口腔,只觉得这一天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今天就在快乐地吃鱼中结束,明天他还要继续为自己能住上完整的小屋而努力。 自从小骏搬出来到了野外,也有好几天时间了,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点将这块荒地变成了如今虽不能说完善,但已勉强能够住人的小屋。 新的一天,他从地铺上醒来,卷起凉器放到一边,拿起牙刷和杯子,从湖中倒了点水。 认真地洗漱离点,他来到湖边坐下,清醒一下的同时,也在思考今天该干什么活。 他觉得还是得先把床打造出来,天天睡在地上,不仅吵得很。 而且夜里有些虫子爬到身上都不知道,着实有些不安全,忘了眼地上的竹子。 他已是有了主意,回到屋内收起地上的茅草丢到一旁。 他站在原地大概做了下规划,确认好需要用到几根材料后。 小郡拿起锯子和柴刀,来到了这一堆竹子前摆好架势,测量了五掌之术,按此拉动了锯子。 一段时间后,得到了六根等长的竹筒,放到一起对齐一端。 他用刀在上面划了一道线,统一用锯子锯制半身,再用柴刀将其劈开。 这样每一根竹筒上都流出了个半圆形的窝口,想来这几根就是床腿了,抱到屋内放下,再次规划了下位置。 小郡对照着刚才的设想,在地上跑起了坑,每放入两个竹筒,就用铲子手柄测量下是否两根一样高。 确认没问题后,才继续对后面进行挖掘。 直到插好四个脚的几根床腿后,他取代根长竹片,放到长边上,测量了他的水平度。 这可是,关系到今后能不能睡好觉,所以他没有一丝马虎。 按照比之前的这根稍长一些,他聚下了两根竹竿,作为床梁,还有这么多疙瘩。 那可不行,小郡抡起柴刀,不仅把残留的竹枝出去,顺带着竹节位置也削得非常光滑。 带着这两根杆子回到室内,放到柱子的缺口上,又认真调整了一遍水平度之后,才将柱子四周回填上泥土,用力夯实了一遍。 掰拉一下,不见动摇才算完成,重新架上窗梁。 小郡在各个连接处一一打上了钉子,组成了一个结实的框架, 还剩余的两根床腿,他打算安装在中间位置,使床可以更加的平稳,接下来可以围床制作床面了。 小郡依然拿了根竹片测量了下宽度,在没有尺子的情况下,这种利用参照物的方式才是最优解。 在竹竿上比对了下,剧出了若干跟等长的竹筒,同样为其削取表面毛刺,随后在竹筒上划了一道浅浅的印记, 以这条线为中线,分别在两端剧出一道口子,接着用柴刀采取多余的部分,搞定了这些竹筒。 小郡抱起它们,按照一定间隔摆在了床梁上,而刚才开的口子,正好可以让竹筒平稳地铺在上面。 当然光是这样还不行,必须要利用钉子的加固,才能做到稳如泰山。 现在整张床只剩下床面没有完成了,小郡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处理竹筒。 只见他将修理光滑的竹筒一端垫高,利用木棒的敲击,在竹节处开出一道道口子。 顺着这些口子,在其他竹节处同样披上几刀,最后沿着其中一道一划到底,这样就得到了一张可以摊平,却有连接在一起的竹筒,按照相同的方法。 花费了许久时间,制作出了四张竹板,擦了下头上的汗,他打算休息一下,坐在床架上喝了关饮料,总算不再又渴又饿,瞬间感觉满血复活,丢掉空盒子提起铲子,他把竹板翻了个面。 原来背面还都是破碎竹节留下的凸起,小郡挥起铲子三两下,将其清除干净。 一张张,平铺在床架上,理顺之后,用一根竹片压住一端,打上钉子固定毛骨,锯掉多余部分后,另外一边同样如此,躺上去试了下,除了有些硬之外,非常的平整凉爽,闻着还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在当地炎热的环境下,可以说非常合适。 整理好床铺,小郡躺到了新床上,吹着时不时挂来的凉风,只感觉惬意无比,就这么休息到了日记黄昏。 小郡带着脏衣服,来到了布头上,先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一遍,又给自己洗了个澡。 晾晒好衣服后,他也准备埋锅做饭了,晚上就简简单单吃一包泡面算了,直到连汤都喝完,肚子却不是很饱。 不过这回天已经快黑,再去村子里买,已是来不及,他决定早点休息,一切都等明天再做打算。 男孩在路边挖了些野生山药,来到集市上换成了钱,回到家,继续搭建自己未完成的房子。 这天一早,小郡已经起来,正在数着身上所有的钱,他不由地叹了口气,自己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虽然他已经用得够上,但每日的口粮还是无法避免,无奈归无奈,只能待会想办法去赚点钱了。 不然等到花完了再行动,那非得饿肚子不渴。 忙完了手头上的活,他把厨具挂在了墙上,清空被楼里的所有东西,带上铲子就出了门,一路前进,一路四处张望,看能不能发现点有价值的东西。 路过一处地方,他看到边上有些树梅,只是还没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小郡摘下了短短间包去外皮,当作小零食吃下,酸酸甜甜很是可口,可惜不能拿去卖,只好继续前进。 一段时间之后,他总算是在路边发现了今天的第一个目标,这是一株还没长出叶子的山药。 小郡推动铲子,想要把它整株挖起,但铲掉一层土之后,还是无法看到地下的山药,藏得可真够深的,只好换上柴刀,将附近的树根出去,才能继续向下挖掘。 足足刨了半米深,才算看到了它的真容,挖出来也并不是很大,只是小小的一块,好在边上还有一些,笼共挖出来五六块土豆大小的山药, 费了那么多力气,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总感觉有些亏,把土草草的填埋回去。 小郡把这几棵收进被楼里,准备再去找找,光这几个东西卖不了几个钱,又是花了点时间,在一块田间地头里,找到了一根山药的藤蔓。 小郡二话不说直接开挖,这处就很不错,才没多深,就露出了底下的山药,看上去就不小,尝试着直接用手扒拉出来。 但上方的土层还是太厚,根本掰不动,挥动铲子去掉一部分后,才将其顺利带出,可惜断掉了一截。 小郡围着这株山药,整齐地挖了一圈,果然从里头挖出了个巨型山药,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底下还埋着个大货,取出这颗放到一旁,找了一圈再无所获。 小郡依然是把周围的土埋了回去,而且这根山药的主根他并没有动,期待他以后还能再长出这么大的山药。 坐下来喝了点水休息了一会,他悲起悲老,向着家里走去,路过来市的湖边,他将山药取出,放到水里清洗了一遍,搓去表面的泥垢。 这样待会拿到市场上去卖,应该会受欢迎一些,回到家。 小郡只是简单地休息了下,装起摆摊药用的倒得秤,就出了门,他打算去镇子的集市上去卖掉这些山药。 经过一段时间辛苦地赶路,小郡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早上起来到现在没怎么吃东西的他,早已饿得不心,停在摊位前买了几个油炸瓷吧。 这里虽是越南,但颇有种国内农村赶大级的感觉,里面啥都有卖。 一回后,小郡来到了这一排摊饭的最末端,在一位老奶奶边上摆下了摊位,得益于此处人流量比较大。 唯一会时间就有顾客上门了,但这位大妈挑挑剪剪了一番并没有买。 趁着这回空闲,小郡拿出了刚买的炸瓷吧,善意地递了一个给边上的老奶奶。 老奶奶连忙表示感谢,示意自己已经吃过了,婉拒了小郡的好意。 小郡一边吃着饭,一边期盼着来点客户,等了许久。 总算来了个阿婆,撑走了一些,让她有了不少信心。 耐心地继续等待起来,过了一会,来了位大妈。 她倒是爽快得很,直接一下子买走了剩下的所有货。 数了数今天赚到的钱,她也打算离开,路过杂货铺。 问老板买了个大塑料桶,拿回去可以用来装水,回到家。 小郡简单地休息了会,虽然今天已经有点累,但活还是得干。 拿回来一根细树枝,放在靠床边的这面墙上测量了下。 按照这个长度,小郡对着竹竿开始聚了起来,得到几根厚。 转而将其破成了竹片,其中一部分一端削尖处理,而其他绝大多数则是被分得更细,花了个把小时整备好了所有材料。 她抱起这堆细竹片,放到了屋后土坡上,捐起自己的床铺,以免掉进去脏物,带回所有的竹片后。 她把粗一些的当作龙骨钉在了房梁上,而留下细的那些,还是和其他已经完成的墙面一样。 按照编织的方式,卡进了龙骨之中,整个下午,小郡都在忙着搭建这两面墙面。 直到太阳都下了山才算完成,小郡重新铺好床铺,坐下来拿出为吃饭的瓷巴,草草地吃过就算晚餐了。 今天着实有点把她累坏了,还是早点躺下来休息吧。 南海给屋子搭完了最后一面墙,并在附近重新挖了一块地作为厨房。 又是新的一天,小郡从床上醒来,自从有了这张床,她睡起觉来踏实了许多。 早上起来的精神头也更好一些,看了眼湖中已经没有水。 小郡提起昨天新买的塑料桶离开了家,穿过林间小道,来到离处池塘前。 这里有一帮单独圈起来的小水潭,看起来水要清澈不少。 小郡咬了一些道路湖中,盖上盖子,莽烈地摇晃了一遍。 倒掉里面的水,算是给这个桶做了下清洁。 之后就可以放心地往里头灌水了,收集了有满满一壶。 小郡把桶扛在肩上向着家里走去。 有了水她没忘记给自己刷牙洗漱,虽然身处野外,该有的良好卫生习惯还是要保持的。 完事之后,坐在床檐上开始计划今天要干的活。 她打算将这面墙也给封起来,只不过会流出一扇门,用于连接烧火做饭的地方。 她先拿来了一根竹片,测量了下,防凉到地面的高度。 随后按照这个尺寸,将竹竿锯开一道口子,并没有完全将其锯断,而是调转了个方向。 在稍远一些的位置,又距离到半深的窝口。 最后用力一折,就能得到一根带有半开草口的竹竿,继续削了三根锋利的竹片后。 小郡带着它们,回到了屋子底下。 首先在靠近中间位置,用铲子挖了一个深洞。 安插进去,这根竹竿倒是刚刚好,打上钉子加以固定。 这三根竹片则是作为墙面的龙骨,分别固定在两侧和中间。 她拿了根竹片,量了下这面墙的宽度。 来到这堆竹子前,立马开干。 花费了一些时间,得到了一堆厚薄均匀的细竹片。 康回到屋前放下,干了许久的活。 赶紧趁着这个间隙休息一下,一口气喝下半瓶子水,这才感觉舒服了点。 恢复了干劲,活还得接着干。 接下来,只要把竹片按照交错编织的方式,卡进龙骨里就行。 虽然不是什么体力活,但也比较考验耐心。 半个小时后,才将这半面墙面完成。 望了眼靠床的这面墙,她又想到了什么,拿起一枚钉子,敲打进了房梁里。 原来是拿来挂自己的衣物,还有带出来的小闹钟了。 收拾完剩余的材料,小郡拿着柴刀,将屋檐上过于长的茅草割去。 就像给长刘海的脑袋剃了个平头,整间小屋看上去清爽了不少。 接着又给屋檐下的地面挖出了一条沟,防止雨水溅到墙面上。 此时天色已是不早。 小郡就禁弄了点柴火回来,提着桶,来到了布头上。 在湖中打了点水,用毛巾给自己擦了擦,清洗掉劳动了一天出的汗。 她回到灶台处,准备烧火做饭。 目前还是没有别的吃的,只能烧点水泡碗面。 吃过面,在湖水中洗干净碗。 小郡坐在了这堆竹子上,吹着喜喜凉风。 欣赏着淼淼的湖景。 其实要是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住在这里也是蛮舒服的。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阵阵风刮来。 不知道是不是要变天,小郡站在原地观察了下, 打算今天先把灶台给弄出来,收拾掉土坡上的东西。 他拿起铲子,对着这处地方铲了起来,先是除掉了上面杂草,粗略地做了下规划。 按照这个范围展开了挖掘,在上方挖出一条沟后,小郡又在下方挖了一道线。 一顿忙活之后,只保留了一块土坡隆起,其余的军备出去。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直到只剩下一块四四方方土坏处理在墙角,我们才大概看明白,这应该就是他要打造的灶台本体了。 不得不说,他的构思还是挺巧妙的,就是有些累人。 整整一天时间,才挖出了这么个方块,眼尖着天色不早,小郡拿着毛巾,来到湖边喜去一身的疲惫,坐在床上休息了下, 今天是没法生活做饭了,只好拿着仅剩的一包泡面,坐在湖边干吃了起来。 边吃边看起来书,复习下以前学习过的知识,时间一点点流逝,很快天就黑了下来,回到屋内,点几油灯。 夜里闲着也是闲着,也许书本才能驱散他一人在野外的孤单。 南海给自己在野外的住所,挖了一个土造出来,原本的小土坡,经过他的改造,变成了一间像模像样的厨房。 上期我们说道,小郡为屋子搭了最后一面墙,并铲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胎子。 今天早上,太阳已经老高,小郡这才从床上坐起,昨天的活干得有点累,不知不觉贪睡理会,拿着毛巾来到湖边洗了把脸。 他马不停蹄地拿起铲子,打算趁着今天天气不错,赶紧把这间厨房打造出来。 不然要是下雨,他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土盾子淋了雨,那就没法用了。 只见他在台子上大概画了个圆,当即向下展开了挖掘。 但是,得益于他这个铲子本身就是挖坑用的,所以没用多少时间就挖出了一个半深的圆洞。 接着他调转方向,在侧面滑了道弧形的灶洞,继续往里掏了起来,直到和顶上的坑洞相通为止。 而他坐的这个台面也是有设计的,向下凹理圈,方便放上锅囊和灶台更加贴合。 掏出里头产出来的泥土后,小郡清理了下地面,把土全部堆到了一起,拿出柴火,塞进去一些。 打算烧上一炉实实效果,顺道烧上一锅水,待会可以泡完面吃。 趁着等水开的时间,小郡来到一旁,在附近的树上摘了一些树叶下来,拿回屋子放在了碟子上。 等他泡上泡面,就这么一口面,一口树叶吃了起来。 没想到这种树叶居然是可以吃的。 有认得这是什么叶子的朋友,可以评论区分享一下,看他吃得这么香,味道一定不差。 吃完饭休息了一阵,小郡扛起铲子离开了住处,他来到一处茅草茂密的草丛里。 这里有猪嫂几天路过的时候发现了木树,这回打算把它挖回去,晚上可以吃,试着拔了一下,根本不见洞窑,还是得挖开才行。 好在这树木树长得并不是太深,挖掉大部分土后,用铲子将其裁断,拿出来还不小,继续挖了一根后。 小郡不打算再挖,这两根够他吃一天的了,剩下的倒不如让他留在这,也许哪天没东西吃了,可以挖出来就急。 带着这两根木树回到屋子,他开始计划接下来的活计,拿了根细竹片测量了下场地的长宽。 小郡挥舞起铲子,在地上挖起了坑,刚挖好四个角落的基坑,却不料着天气说变就变,只好快速完成手头上的活,回到屋内闭一闭,刚坐下就发现屋顶有些漏水。 这也难免,毕竟只是单层的茅草,还是先把被褥收起来为妙。 好在这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过天晴,小郡查看起自己的屋顶,原来是连日的铺晒加上昨日的大风。 早已把屋顶上的茅草吹出了一个个洞,现在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先简单修复一下,只能希望不要再下雨了。 既然雨已经不下了,那么活还得接着干,幸亏这场雨不是很大,才没有把他辛苦挖出来的土造灵怀。 他拿了根竹片,大概比划了下柱子的高度,带着锯子和柴刀,来到了这堆竹子前,放上去对照了下,又加了两掌的长度。 按照这个尺寸拉动了锯子,花了点时间,得到了四根竹筒,抱回到灶台处,分别安插进了挖好的机坑中。 为了能长久地使用,还得挨个倒是一边周围的泥土。 接下来,他又准备出来其余的材料,分别是两根房梁,还有一堆用于架设在屋顶上的船子,间隔开来铺设在房梁上后,每一个交界处,都需要服一铁丝加一固定。 这样一来,就算刮点小风也不在话下,起码这个框架是牢固的,忙活了半天,小骏已是有些累,回到屋内喝了点水。 休息了一阵后,戴上帽子出了门,他来到了成片的甘蔗地里,一头钻进了一人多高的田笼里,他可不是来偷甘蔗,而是掰下底部已经枯黄的甘蔗叶,冒腻的甘蔗葱里,让他收集起来速度很快。 不一会时间,就有满满一大落,扛着这肯甘蔗叶,穿过静谧的小道,回到了屋子前,因为钻了一遍甘蔗地的缘故,只觉得浑身兜痒,那么费了这番功夫,弄的这些叶子,到底有什么用呢? 原来他是想用这些宽大的甘蔗叶来替代茅草,在他想来,防雨效果应该会比茅草好一些,还是按照之前一样的方式,将裁切整齐的叶子,交错着编织进了几片。 竹片之间,使之成为如同瓦片一般的整体,这个活可一点也不轻松,一直忙活到太阳西斜,才编满了所有甘蔗叶。 接下来反倒是简单了许多,只要一片片交叠的方式覆盖上去,最后再用竹面将其捆扎在船子上。 整个厨房虽说还没有墙壁,但至少不用怕突然下雨了,当然墙壁还是很有必要的。 只不过今天天色不早,只能留到明日再说,趁着天还亮,还是升上火做饭要紧。 早上挖的木树就是晚上的食材,小骏将其分成了段,包去表皮,在湖水中清洗了一遍,放到锅中慢慢烹煮。 自己则抽空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来查看,木树已是熟了,顾不得烫,就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现在的条件下,他也不讲究什么好吃不好吃,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他来说都是美味。 男孩继续完善自己的厨房,中间还就起了一窝落水的小鸟。 这天一早,小骏起来洗漱完,拿来昨天挖来还剩一根的木树,来到了湖边,包去表皮清洗完后,放到了锅里煮起,看到边上这一大堆土。 他决定趁着这会做饭的时间,将其摊平开来,这活难是不难,但纯纯的是体力活。 一早上起来,还没有吃东西的他,干完以后,只觉得又累又饿。 好在锅中的木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焖煮,已经散发出了诱人的香气。 小骏将其盛到碗中,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在一般人眼里难以下咽的食物,小骏却吃得格外的香,没办法谁叫他是真的饿了。 正当他快吃饱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声不一样的雏鸟叫声,小骏连忙跑出去查看,原来是不知怎的一个鸟窝掉在了水里。 此时正拖着三只小鸟漂浮在水面上,小骏小心地将它捞起,抬头向上望了望,应该就是从这棵树上掉下来的恋爱的摸离阵。 这几只小鸟还没到自食其力的时候,若是不管那一定活不了多久,小骏打算把它们放回到树上,摘下两片树叶垫在底下,都起衣服放到了怀里,用牙齿咬住一脚。 这样就能空出两只手来,矫健地爬上一旁的大树,找了个相对牢固的位置,把鸟巢放了上去。 这只是暂时地安置一下,方便鸟妈妈回来的时候能够找到它们。 之后估计还得靠鸟妈妈重新筑一个巢出来才行,经过这一番折腾。 剩下的牧鼠,小骏也不打算再吃,拿了个碟子盖住,放到一旁先,来到厨房。 他计划着,今天还是要把这个墙面给围出来。 说干就干,小骏抱起所剩不多的竹子,放到钢瓶整出来的地上。 当然,这些竹子还不能直接拿来用。 经过他仔细的一番加工,一段时间后,得到了有常有短一堆竹片,和主屋的建造方式相同。 先是在地面与房梁之间定了几根龙骨上去,接着就可以按照编织的方式,将这些细竹片一一卡进去。 不过和之前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这面墙只需要搭到半高就算完成了,留出来的空间,正好可以让灶台里产生的烟顺利排出。 收拾完地上的杂物,小骏在湖边写了八点,回到屋内,一边吃中午剩下的木树,一边看起了书。 这么努力的小骏,他的未来一定不会差。 第二天,小骏一早就起来了,继续他昨天未完成的活,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这个半开放式的厨房搭建。 小骏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下一项工作当中,只见他先锯了几根竹筒,用木棒敲打进了土里,一连安好四根后。 他着手用竹面开始编织,也许是耳濡目染的原因,越南的小孩多半都会这项技能。 虽然不是很熟练,但编出来的东西还是相无相样的,放到刚搭好的架子上试了下,大小刚刚好。 折掉边缘多余的竹面,小骏拿来绳子,将其绑到了架子上。 这个镂空的台子,应该是拿来放置碗筷这些的,收拾掉地上的边角料。 小骏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顺带摸了点螺上来,看来晚上的晚餐又有照落了,在锅中加了点清水进去,点着火直接开煮。 这种野生的螺只有彻底煮熟了,才能消灭体内可能存在的寄生虫。 小骏也是深知这一点,煮了有好一会时间,这才端着锅放到了床板上,顾不得烫。 用筷子戳出里面的螺肉,沾了点鱼露塞入口中,味道还是很鲜美的,只是这个分量着实有些少。 没办法,晚上只能将就一下了,拿着锅和碗来到湖边清洗干净。 小骏把它们放到了新制作的台子上,这样的日子虽然艰苦了些,但他却是觉得过得非常充实。 真的是太好了,独自生活在野外的孤儿南海,得到了好心人的资助,来到市场里买了一大堆生活物资,买完东西剩下的钱,大叔一并给了他。 这天一早,小骏已经起来,坐在床上发了灰呆,想到今天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他背起背篓,打算出去找点食物,在山林中走了有好一回,似乎是今天运气不佳,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有些不甘心的他,特意选择绕了一圈,从来时不一样的路回去,希望能在途中找到点什么,但事与愿违,直到他回到了家中,什么也没有找到。 取出带中为衣的钞票,没办法只能把他花了,这点钱只够他买一包泡面的了,顾不得那么多,先吃了这顿饭再说,回到家,煮上水,把面泡起来吃下,洗完锅,他站在原地思索了起来。 现在没有固定收入,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把门前的这块地开垢出来,到时候种上些瓜果蔬菜,除了自己吃又富裕的,还可以拿去卖。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地上的杂草出去,正当他在忙着,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显然这位大叔是认识他的,大叔站在屋外看了下小郡目前的居住情况,小郡把他迎进了屋内,倒了杯水算是招待他,大叔摸了下低矮的屋顶,说道你这四处漏风可不行,得花点时间修整修整,随后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原来是村里有对老夫妇得知小郡的情况后,打算帮助一下他,拿了一些钱,拜托大叔来看看这个可怜的孩子。 他拿出一张纸,老夫妇在里面列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大叔一边念给小郡听,一边问道如果有什么欠缺的,只管题。 只要再给他金额内,今天一次性给他置办齐全,小郡只顾着点头,这份清单里包含得很细致,显然老夫妇真的为他考虑得很周到。 确定要买的东西后,大叔带着小郡来到了他的摩托前,俩人各自戴上头盔,骑上摩托离开了这里。 一路来到了前些天小郡来过的市场里,穿过贩卖蔬菜的街道,在一家卖床商用品的店里停下,按照清单中的东西,首先买了一顶蚊帐,在当地闷热的环境下,而且还是野外,蚊子可是非常多的,有了这顶蚊帐,相信以后睡觉能安稳不少。 出来后看了眼清单,随后来到了卖拖鞋的摊位前,小郡挑选了一双结实耐用的新拖鞋,换下之前旧的这双很适合脚。 当然,衣服裤子自然是少不了,同样是在这个大市场里分别挑了两件,买完衣服又想起来还需要一双胶鞋,这样去一些山林之中,能很好地保护好双脚。 这种荧光绿的,看起来很漂亮,但显得很是单薄,小郡还是更倾向实用一些的。 这双明显就要厚实许多,试过尺码,装入袋中买走。 不知不觉,两人手中已经提了好些东西,大叔准备先核对一下,看还有哪些没有买,化掉以购买的部分。 大概还剩下一半需要去采购,将东西先挂在摩托上,两人继续出发。 这回直接来到里间杂货铺里,先是要离个巨大的塑料桶,接着往里放需要买的东西。 这边留着大叔在这挑选,小郡则跟着店主来到屋后,称了整整二十斤米,这对于小郡来说应该够他吃一阵子了。 等到他扛着米回来,老板娘已经和大叔在结账,从洗发水到调味料一应俱全,加上这些东西。 清单上的物品已经全部买齐,付过了钱,两人一起把东西重新收回了桶里,这样带起来会方便一些。 小郡坐在后排抱着大桶,米和那箱方便面放在了钱排,大叔发动摩托,向着小郡的住所驶去。 安全回到来时的地方,再往前已是没了路,只能靠手提肩扛才能把东西带到。 回到屋子内,大叔清点了下买到的物品,对照了下清单没有问题后,从口袋里掏出买东西剩下的钱,告诉小郡剩余的钱也要交给他。 小郡连忙摇头,自己收了这么大恩惠,还怎么好意思收下这些钱。 不过大叔还是解释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包含在这笔钱里面,他的任务就是帮着买一下,全部的钱还是要交到小郡手里,才能交差。 再说了,这是人家的一片好意,理应收下。 到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些钱,改善下居住环境。 小郡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下。 接下来,大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导了小郡一番。 小郡对捐赠人和大叔表示了感谢,在感激的情绪中送别了大叔。 小郡将这些钱放到塑料袋里包好,珍重地放进了口袋里。 接下来,他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今天买到的东西。 新衣服统一放进塑料袋,挂在房梁上。 这个大桶将作为新的储水桶,放到碗筷架下。 新毛巾也挂到屋檐下的房梁上,取出防蚊帐的袋子,把胶鞋和新拖鞋装了进去,现在暂时还穿不着。 至于这些瓶瓶罐罐,统统收纳进塑料桶里。 这个蚊帐,他打算现在就挂上去试试。 毕竟他之前早已收够了这儿的蚊子,踩了几段绳子, 分别绑在了蚊帐的四个脚上,悬挂在屋顶的各处。 躺在里面想着今后睡觉,再也不用被蚊子所困扰。 小骏发自内心地感到开心,考虑到小屋内的空间本就不大。 这张床还是他的板凳和餐桌,他还是决定先卸下来。 到了睡觉的时候再挂回去,一切整理妥当。 小骏打算给新买的桶里装满水。 扛着桶,来来回回好几趟,才将这个大桶装了个大半。 这些应该够他用好几天了。 趁着天还亮,他洗了个澡回来,换上新买的衣服。 接下来他要为自己的晚饭做准备了。 今天买来的二十斤米,让他在好长一段时间不用为饿肚子发愁,应该足够支撑他想到赚钱的方法为止。 独居野外的男孩,每日都在忙碌中度过,随着他的努力,小院也在一点点变得完善。 上期我们说到,小骏获得了好心夫妇的资助,得到了一大堆生活物资,尤其是这一大袋子米,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今天下午,小骏提着柴刀来到了山林中,他打算弄些枯树枝回去当柴烧,也得亏现在的生活条件普遍好了。 越南当地烧柴的人也少了,这山野里还能剩下这么多枯枝给他捡,这些枯枝并不是简单地扯出来就算完事,还需要消去之鸭,劈砍成一段段长度差不多的木棍,先统一收集起来放到一块。 这种已经枯死的小树,也在他的砍伐对象上,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将其分成了段。 处理完这棵小树,小骏转而弄了几根稀木棒,把一端削尖,分别用柴刀敲打进了地里,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形状。 随后又在不远处,扯立根长长的藤条,绕成卷,连同地上的柴火一起抱到了这里。 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这几根立起来的棒子,是起到限制柴火的作用,叠至半高的时候,在中间横着放立根木棍,然后再继续压上一些柴火。 最后用藤条绑紧,调转方向,用同样的方法也绑了一棍出来。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所有的柴火扛起,如同一个担子一般跳在肩上。 这单柴火说重也不重,但也有几十斤。 就算放到一个常年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成年人身上,估计肩膀也会被压得生疼。 更何况小郡还只是个半大的孩子,走到半路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简单地缓解了下肩膀的酸痛。 小郡再次扛起这两捆木材,向着家里进发。 穿过这座铁桥,又是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回到了家中,赶紧在厨房里卸下这段柴火。 此时的他已是满头大汗,短袖上也被汗字尽透,一口气喝了好几口水,才感觉舒服一些。 等到凉快了下来,这才整理起带回来的这两捆柴火。 拆散之后堆在一旁的地上,回头在带中掏了点米,清洗干净倒入水,放到灶台上煮起。 趁着煮饭的时间,他打算去洗个澡。 洗过早晨清清爽地回到岸上,穿好衣服出来,饭已经差不多,小郡推出灶里的柴火,又是继续闷了一回。 他在碗里倒了一些鱼露,从锅中剩了碗米饭,浇了点鱼露在饭上,也没有菜,就这么吃了起来,颇有种小时候吃的酱油拌饭的感觉。 一口气炫满这碗白米饭,他打算再来一碗,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今天砍柴,确实消耗不少。 单单这种白米饭,加点鱼酱油,他都感觉香极了。 吃饱喝足,小郡端着锅放到里旁,取出来课本坐下,他目前只能勉强吃饱饭,上学成了一种奢望,所以他倍加珍惜以前学过的知识。 第二天,小郡从床上醒来,昨夜没有蚊子的骚扰,他睡了个好觉,解掉蚊帐,收拾好被褥。 小郡从桶中咬了些水,蹲在地上仔细地为自己刷牙洗漱,今天他打算留在家里,好好的处理下院前的这块地,挥舞着铁锹,一点点将眼前的杂草出去。 虽然没有出头好事,但小郡还是很快清理出来了一大天空地,枯枝杂草都被他缠起来,堆成了一堆,用手抱起,丢到里旁树丛里,其实还是烧掉会比较省事点。 到时候,草木灰撒回去还能有一定肥力,看来小郡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在。 清理完这一大堆杂物,他继续对着附近的草地发起攻势,直到和厨房对下来, 这一排都处理干净,这才停了下来,回到屋前放下铁锹,拿来水坐在这休息了好一阵子,他又起身拿起了铲子,放到门槛前,大概凉了下。 他打算在这挖一排台阶出来,可以方便自己日常进出,只见他沿着水平的方向划了几条线,沿着线的位置向下挖去,铲出了第一道台阶,他接着往下挖。 从侧面可以看到几个台阶规规整整,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花了些时间,一共铲出了五个台阶,走在上面试了试。 倒是感觉还不错,虽然每天干的活不多,但小郡的院子肉眼可见的一天天变得完善,对此他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南海在路边的林子里摘了一些大果荣,拿到村子里卖给了附近村民,回来后继续开垦院前的农田。 这天清晨,小郡早早地起来,正在厨房里煮着饭,等到差不多了以后,他在锅中搅拌了几下,盖回锅盖,准备再闷一回。 这样煮出来的饭,才能软硬适中,继续等了一段时间,小郡心里柴火,他不打算现在就吃,而是来到一旁摘了几位树叶,成了点饭,直接放在树叶上,团到一起,制作成了饭团,放到塑料袋里装好。 今天他的目标就是,出门赚点钱,为此做好了中途不回家的准备,出于爱惜新衣服的想法。 他换上了一件旧一件的短袖,带上所有要用得到的东西。 小郡背起背篓出了门,一路上张望着,寻找有价值的山货。 穿过这片池塘,离家已经有一段路,小郡打算停下来休息下,走了这么远,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卖钱的东西,还是挺令人沮丧的。 但他还是不会放弃的,背起背脓,继续往前走去。 好在好运马上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只是拐过一个弯。 他就在一旁的山坡上,发现了一株成熟的大果荣。 这是一种果实类似乌花果的果树,在越南当地还算常见,看他树干上挂满了果实。 那么想必上头一地有更多,小郡矫健地爬了上去,从边上摘了颗红彤彤的成熟果子,掰开来,塞入嘴中。 这滋味清爽香甜,一口气吃完这颗果子。 他把附近看起来成熟了的全部摘下,塞到衣服里兜住,下到树下先放起来再说。 提起柴刀,他准备收割一些看上去还没熟的果子拿去卖。 这种青色的,虽说味道没有成熟的果子好吃,但想来是可以拿去卖的。 小郡只是砍了树桩附近的一小撮,就快装满了他的小被牢,他也不贪心。 准备就拿着这些去村子里试试水,看看有没人要这些货,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小郡穿过这座小山包,来到了另一条马路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已是出现在了镇子上,他也不挑。 就在这家商店门前停下,三两下摆出了今天的收获,坐在地上等起了顾客。 趁着这回空闲,拿出了早上制作的饭团,吃两口米饭喝一口水。 不得不说,小郡对吃的这方面真的很节俭,没有任何的菜。 要是换了一班人,怕是一口都吃不下,才吃了一半。 一位大妈走了过来,问过价格,她打算买上一点。 没想到,就这么一树,有两公斤多重,这玩意还挺沉的。 她卖的价格倒是不贵,才收了大妈两万元南顿。 不过要是换成大米,也能买一公斤,够她吃上好几天的了。 小郡对此还是满意的,继续无聊地等了一阵,来了位大叔撑走了一些,刚到手的两万找了出去。 手头上的钱变成了五万,最后来了位大哥,大概是看小郡小小年纪,就出来摆摊,出于同情。 他一下子买走了剩下的所有货,同样有三公斤重,今天一共卖到了八万越南顿。 小郡收起自己的东西,静止来到了杂货铺里,花了点钱买了一个装在盒子里的东西。 当他穿过铁桥,坐在半路上休息的时候,先是喝了口水,又是吃了个剩下的果子。 这才拿出了刚买的盒子,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头灯。 这还真是他现在急需的一样东西,在没有电的野外住着,每当到了夜晚,只能靠煤油灯照明。 要是半夜起来尿尿声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点煤油灯非常不方便。 有了这个小头灯,只要一按开关就可以了,休息得差不多了,小郡悲气被揉,手里拿着没有吃完的半块果子重新出发。 不多时,他回到了家中,今天的天色尚早。 而家里还是有活可以接着干的,昨日只是简单的为院子里的地除了下草。 今天他打算为这块地松一下土,为将来的种植做好准备。 虽然这个活很累,且非常的枯燥无味,但小郡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把整块地翻了个大概。 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他简单地坐在门槛前休息了下。 起身准备趁着天还亮先去洗个澡,神清气爽回到屋内,穿好衣服出来。 接下来也该吃晚饭了。 将锅中的冷饭全部盛出来到大碗里,在饭上淋了一些酱油,坐在台阶前大口地吃了起来。 下午翻地的活消耗太大,他早已鸡肠碌碌,这一大碗米饭吃完事完全不在话下,本是稀稀玩耍的年纪。 小郡却每天忙着为生计劳累,不知道该说他懂事呢,还是说他可怜。 但他对目前的情况还是满意的,不仅有了住的地方,吃饭暂时也不用愁。 也许不久的将来这片地开垢出来,还能种上瓜果蔬菜实现自给自足。 大事不好了,独居野外的男孩突遇大雨,简陋的茅草屋四处漏雨,他只能无助地缩在墙角度过难熬的一夜。 时间回到这天早上,小郡从他的小床上醒来,收拾好床铺,洗漱完后,他提着筒来到了波头上, 从湖中打了点水,开始洗洗了衣服,身为孤儿的炭,这样的活不知道做了多少遍。 三两下就将这几件衣服洗完,挂到了屋檐下的房梁上,站在门前入迷地看着村民在湖中捕鱼。 心里想着,要是哪天他也能有这样一艘小竹法,那该有多好。 通过捕鱼,他的收入一定能稳定下来。 但现在也只能想想,还是把地开啃出来比较实际。 昨天已经将地大概翻了一遍,今天他打算将这整块地分成小块,一来方便种植不同的作物, 二来也能让地块更加抗旱防茂,干了一半不到。 由于一早上起来还没吃饭,现在已是赶到鸡肠碌碌,回到屋内,简单地干吃了一包泡面,他回来继续干活。 不知不觉,天空飘起了小雨,小郡只是戴上了帽子,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 终于经过他半天的努力,这块地被他分成三乘三大小均匀的九块地,而时间已是来到快五点。 他也要为自己的晚饭做准备了,淘过米,重新加入水,用手指测量了下水位的高度。 没想到,不只是中国人知道这个诀窍,连身在越南的小郡也懂得这么干。 这个还是有点意外的,点燃柴火放到灶台上煮起。 等到饭差不多熟了之后,小郡把锅放到一边,又是烧了一壶水,他打算抛碗面,再往里加入米饭。 这样既能吃饱,也让本事寡淡无味的米饭增加一些滋味,匆匆吃过饭。 天已是黑了下来,小郡带着头灯点亮了煤油灯,将床铺整理好后,躺下休息。 睡到半夜,外街的雨却是越下越大,他感觉到了不对劲,已是到了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地步。 茅草铺旧的屋顶本就防雨性能不佳,再加上前几天刮风还吹出了几个窟窿。 现在漏雨也是在所难免,小郡飞快地收拾起自己的床铺,拿着凉席盖到了屋顶上,希望能阻挡点雨水,虽然稍微好了点。 但想要完全不漏雨,那是不可能的,来回处置了一阵,水滴还是噼里啪啦往下掉。 小郡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孤零零地蜷缩在墙角,不断地用毛巾擦拭身上的水珠。 屋漏偏风连夜雨就是他现在的状况,睡觉是没法睡觉了,只能期盼着这雨早点停了,经历了一夜的大雨。 第二天却是个好天气,小郡挂上昨夜被雨淋湿的衣物,同样需要晾晒的还有他的被子。 吸饱了水的被子,到现在还能滴出水来,屋内也是惨不忍睹,竹床上湿漉漉一片,甚至还有一些从屋顶上掉下来的虫子,想到昨晚的惨痛教训。 小郡觉得修缮屋顶这个活不能再等了,于是他背上背搂出了门,打算去市场里买点材料回来。 不过走着走着,不远处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一株挂满了果的荔枝树。 有些因为太过成熟,表皮已经破裂开来,看起来像是摘果一遍,剩下来的歪瓜裂枣,但小郡不介意,拿起铐在树干上专门摘果子用的杆子,插到枝芽之间,旋转了几下,就能将整树摘下。 花了点时间,差不多将能摘的都摘下,小郡收拾其果子放到备楼里。 既然有了这些收获,那么还是先去市场里卖掉比较好一点,来到半路的一片草地上,小郡坐了下来,取出采到的荔枝,用绳子捆扎成了树。 这样从卖相上来说,会好看不少,重新收回到备楼里,他继续出发。 一段时间后,他已是来到了镇子上的市场里,在上次差不多的位置摆下摊位,席地儿坐等起了顾客。 虽然今天的荔枝品质不怎么样,但经过他的包装,除去了多余的叶片,一树树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很快就卖掉了两树,收到了两万月难顿。 小郡还是一如既往的友善,分了几颗荔枝给隔壁卖黄瓜的大街品尝,一边吃着脱汁的果子,一边等着生意到来。 不多时,两位大娘见他卖得便宜,一人一半全部装到袋中买走,今天一共赚到了六万,虽不是很多。 但对于小郡目前的情况来说,能有一点是一点,做吃山空的道理他也是懂得收拾起东西,他准备离开这里,路过卖猪肉的摊位,好久没吃肉的他馋得很。 但目前的经济状况只好打消了买肉的念头,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等着他去买。 他问老板娘要了一卷塑料膜,趁着卷的功夫,进去里面拿了一个大面包和一盒饮料,这些还是负担得起的,算是小小的改善下伙食,回到家。 衣服这些经过半天的晾晒已经干得差不多,小郡将它们一一收起,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吃过刚买的面包,就当是午饭了,昨夜没怎么睡,这回吃饱之后一阵困意上涌,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了一觉。 等他醒来,才想起来今天买的塑料膜还没有铺上去,摊开足够长后,用柴刀将其裁断,多余的部分放回袋子收好。 拉着他穿过房梁,将一脚覆盖在了房梁的端头上,再用绳子绑紧,另一边也是相同的操作。 这样屋顶下就被这片塑料布所覆盖,要是再下雨也不用抽了。 但光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雨水会堆积在塑料膜的中部无法排出。 于是,他又破了几片竹片,将其沿着屋顶的斜肚架在房梁两侧,有了竹片做支撑。 想来刚才提到的问题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实际效果要等到下次下雨的时候再去验证,还是希望能有用吧。 这一定是你见过动手能力最强的小男孩,不仅徒手在荒地上搭建出可宫中身的竹子小屋,还开垢门前的土地用于种植瓜果蔬菜。 上期我们说道,小屋单薄的茅草屋顶,无法抵御夜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 小郡蜷坐在枪角,无助地度过了一晚,次日便马不停蹄买来了塑料膜,对屋顶进行了改造。 照理是在一早,小郡起来洗漱过后,提着工具来到了院子里,今天他打算为菜原子安排上篱笆,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竹子聚开, 得到一段段竹筒之后,再将其破开,在木棒与柴刀的配合下,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多时,原本成段的竹子,已是变成了一片片长短相同的竹片, 其中一部分被他削尖,而剩下更多的竹片,砍去中间的竹节修理凭整,放在一旁备用,习惯了一早上起来不吃饭先干活的他,忙到现在早已饥饿难耐, 于是他捧起地上的碎屑,放到灶台里点燃,烧上一壶水,打算待会泡面吃,等着水开的功夫,小郡回到院子,继续忙活未完成的活迹,这些竹片被他再次劈开,直指分解成细细的薄片,但到水开,已有满满一大堆, 盘坐在床上,吃起了刚泡好的面,现在这个时间不早不晚,既可以当早餐,也能算午饭,一直以来他都保持了这个习惯,不宽裕的经济条件, 只能这样能省就省,连着汤也喝下,已是有了七八分饱,回到院子继续处理这些竹片,直到整备好了所有材料,小郡挑了个位置,为篱笆打下立竹, 围着这块地圈间隔开来,拍下所有竹板,他拿起细竹片,斜斜插入到泥土里,随后在相同的位置,以相反的方向继续插入一根,交叠在一起后,看起来非常的整洁美观, 一连完成了四面篱笆,只在侧面流离一个可供进出的通道,正常情况下,这片底是不需要这些篱笆的,小郡应该是打算后期会养些鸡鸭,算是未雨绸缪了, 接着利用剩余的竹片,经过他的巧手编织,一道可以随时拆卸的简易门板,被他安装在过道上。 时间来到第二天上午,小郡来到立从竹子前,经过这么多天的消耗,他上一次砍的材料已经用完, 今天他打算给自己的屋子加上一道门,自然也是要用到不少竹子, 小郡干脆多砍了一些,扛回来堆在地上。 然而这些还是不够,只是简单地坐下来喝了口水,他又拎起柴刀继续出发, 这回他找了一从更加纤细的竹子,一段时间之后,收集了有满满一大落, 用藤条绑紧后,扛在肩上向着家里走去,这么多竹子怕是有几十斤重,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着实有些吃力, 但小郡咬牙坚持了下来,一路回到家里才卸了下来,揉了揉酸痛的肩膀, 衣服都被磨得开了线,休息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下一步他拿着锯子对这些竹子做了分割,得到了两长两短四根竹筒, 并且在中间位置开出了草口,随后将它们拼接到一起, 便是一扇门的框架在继续打造之前, 小郡带着门框放到了门洞处试了下,看起来还是可行的。 接下来才是用到后面扛回来的细竹竿的时候, 这些竹子相较于普通的皮更加薄,破成竹片后, 柔韧性也要好上许多,更加方便将其编织到一起。 小郡利用木棒将架在中间的竹片敲击锦视, 很快就得到离闪白绿相间的门面, 搞了几片竹片压实钉帽在门框上。 门轴依然是利用天然的竹子作为材料, 只要在地上挖个坑,将竹筒埋进去, 插入预留好的门轴恰到好处。 上端同样套上一个, 不过为了方便,用钉子固定住就行, 整扇门开合起来很是丝滑, 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咯吱咯吱响, 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整理完没用完的材料, 小郡也该为自己的晚饭做准备了, 架上柴火煮上饭, 他脱去衣物, 来到了布头上, 经过前几日的一场大雨, 湖水又满了上来, 重新回到了与布头持平的高度, 小郡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等他再回来, 看的时候饭已经好了, 撑到碗里, 同样只是到了点鱼路在里面, 对于劳累了一天的他来说, 能吃饱饭已很是满足, 没有菜照样能吃得很香。 这个男孩实在是太能干了, 不仅在野外打造出可供居住的竹子小屋, 还开垢土地, 围成菜园子用于种植刮过蔬菜, 靠着他勤劳的一双手, 日子也在一天天变得好起来。 今天一早, 小郡就带着铲子出了门, 他尽职来到了一户人家前, 征得主人同意后, 许夏兰在门口的栅栏, 进到院内, 大妈正在为自家的菜地拔草, 而小郡过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片自由生长的山药。 早在几天前, 他在市场里遇到过大妈, 大妈见他挖了山药来卖, 跟他说自己家里也有一些, 可以便宜点卖给他, 于是小郡今天就来了。 这些山药不像之前挖得那么大, 却是长得和小土都差不多, 产去多余的泥土, 将其整株挖出, 接得快筋密密麻麻, 虽不是很大, 但这一株也有不少分量。 接连挖出来, 几棵之后, 已有差不多一倍佬, 小郡背起他, 放到大娘搬来的巨型台乘上撑过后, 按照说好的价格付了钱给他。 一路回到家中, 小郡顾不得休息, 就倒出了刚收到的山药, 将其上的快筋摘下, 丢入到水桶中, 大概清洗了一遍, 再次放入到被篓中, 原本满满一被篓的山药去掉根须, 只剩下了小半筐, 小郡回到屋内提来撑, 向着市场里进发,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他来到了经常摆摊的位置前, 才摆好摊位没多久, 这些圆滚滚的小山药, 马上吸引了一位大妈的目光, 他也不啰嗦, 直接撑走了差不多三斤, 紧接着又来了位大姐, 甚至连附近摆摊的大娘, 都来到他的摊位前挑选了起来, 看来今天的山药虽然个头小, 但还是挺受欢迎的, 就这么会功夫已经去掉了大半, 最后这些也是很快卖完, 今天的买卖真的很顺利, 也可能与他卖的比较便宜有关系, 穿过马路, 小俊来到李家杂货铺里, 他并没有乱花钱, 只是买了一个面包和饮料, 顺道要了两个鸭蛋, 由于收摊的时间比较早, 回到家也就刚过中午, 小俊来到湖边, 擦去脸上的汉子, 拿出面包和饮料, 当作午饭吃下, 躺到床上美美地睡了个午觉, 当他醒来, 天已是阴了下来, 他来到屋外, 打算在这大一个亮衣架出来, 拿了根竹竿, 大概测量了下高度, 小俊带着工具开始准备材料, 一连锯出了两根竹竿, 并在两侧分别开了到草口, 正当他在专心制制修剪亮衣干的时候, 却不料天空下起了雨, 这让他多少也有些无奈, 不得不回到屋内先躲躲雨, 闲着也是无事, 小俊拿着错刀磨起了锯齿, 对于这种常用的工具, 经常保养, 不仅能延长他的使用寿命, 用起来的时候也能更加省力, 等了好长一段时间, 雨总算是小了许多, 小俊出来继续干起了活, 先是在地上用铲子挖出了个大坑, 插进去竹筒后, 回添泥土导食, 以此安排好三根立竹之后, 架上杆子, 这样一来, 今后晾晒被子生的会方便许多, 由于前几天的长雨, 导致他的凉气沾染了很多脏东西, 小俊把他放到湖水中, 仔细地清洗了一遍, 挂到晾液杆上, 短时间内怕是无法晾干了, 看来晚上只能睡住床板了, 次日一早, 小俊已是在磨着柴刀, 用得旧了难免会变得有些盾, 不多时, 刃口重新变得赠光瓦亮, 而他今天准备为窗框夹上窗户, 劈砍出两片竹片后, 放到窗框上测量了下, 用锯子锯直对应长度, 先将这两根定在了四等分处, 而后回来继续处理起了材料。 一段时间过后, 得到离落长度相同的细竹筒, 拿到屋内垫在木棒上, 用榔头敲散, 变成了一张张平面的竹板, 虽然制作的方式有些特别, 但作用还是一样的, 交错穿插在一起, 编织成了一整张竹板, 放到窗框上对照了下, 大小刚刚合适, 为其四周加上龙骨加以固定, 再锯掉边缘茅槽的部分, 用绳子穿过缝起, 绑牢在窗框之上, 最后织上一根竹棒, 这样一扇小窗, 既能保护它的隐私, 又能随时欣赏窗外的风景, 当真不错。 独居野外的孤儿南海, 靠着勤劳的一双手, 不仅打造出了可供单人居住的小屋, 还开坑土地, 准备实现蔬菜自由。 上期我们讲到, 小郡为院子里增加了一根亮米干, 且为窗框安排了可以开合的窗户, 这回刚制作完成。 时间已是来到了中午, 小郡来到厨房拿起锅, 开始为自己的午饭做准备, 掏洗碗米, 放到灶台上煮起, 昨天洗的凉起并没有彻底干透。 趁着现在出了太阳, 重新挂到亮衣杆上再晒回, 连同被子也一起晒下。 回到屋内, 取下买到的两颗鸭蛋, 打了一个放进碗里, 倒上点油还有鱼露, 经过筷子的搅拌, 直接放到半熟的米饭里一起蒸。 一段时间后, 眼见着饭和蛋都熟了, 小郡端着锅放到了床板上, 这碗蛋和我们一般吃的鸡蛋更不一样, 由于没有加水, 只能说是蒸蛋。 这也是小郡住在这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吃饭有菜, 就着这一小碗蛋, 他一连干了三碗饭, 这才满足地盖上锅盖, 吃饱喝足, 小郡马不停蹄地拿起铲子出了门, 在靠近湖边的栅栏边上挖了起来, 他打算在这挖一个坑出来, 用来欧肥, 为日后在这片地上种植蔬菜打好基础, 好在这里都是些沙土, 让它挖起来没有太大难度, 不多时移到了膝盖身, 这么大一个坑足够的装很多肥料, 至于肥料从哪里来, 他早已想好, 踢着筒带着铲子, 来到不远处的道路上, 这边上有户人驾养了许多牛, 每天都在这附近活动, 牛牛待过的地方, 总能留下一堆堆的牛粪, 对于这种天然有机肥料, 还是白减, 小骏自然是开心地收下, 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算为保护环境卫生做了贡献, 来来回回提来了好几桶, 总算是捡满了路上的牛粪, 小骏往桶里放了点洗洁精, 仔细地清洁干净, 毕竟这个桶平时还要洗衣服用, 第二天一早, 小骏就出现在了一片树林里, 上来就发现了一株已经倒幅的木树杆, 长到这么粗, 也不知道在这生长了多少年, 小骏毫不犹豫地找到根部向下挖去, 生怕产到地下的木树, 每一产都挥动得很小心, 抛去好深一层土, 才露出了它的真容, 果然和粗壮的, 精感很是匹配, 连接的根部感觉都快要木质化了, 费了番功夫, 才将其整株挖出, 看起来怕是有十几斤重, 小骏并没有一走了之, 而是挥动铲子把周围的土挥填了回去, 背起背老刚想走, 却不料没走几步又发现了一株, 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小骏继续开挖, 这株木树甚至比刚才的还要大, 不仅重量相当可观, 而且也非常的长, 根本没法塞到被楼里, 那么只好将其分成了段, 从柴刀劈下去的反馈来看, 这段木树已经老得不像样, 估计只剩下中间一小部分可以吃, 看起来如同老树根一般, 不知道小骏会拿这些木树做何打算, 背着这框火回到家, 小骏将木树取出, 放到湖水中逐一清洗干净, 之后拿来了秤, 看来他是打算去卖掉这些木树, 今天他并没有去镇子上的市场里, 而是选择了相对近一些的村子里, 因为这么差的品项, 究竟能不能卖出去, 他心里也没底, 所幸就近视一下, 摆好这些老木树, 小骏坐了下来, 等着顾客上门, 好在并不是无人问津, 一位大姐上来, 学问过价格, 觉得相当便宜, 于是挑了两根, 放上去一撑, 足足有三公斤重, 小骏收到了两万, 接下来没想到, 反而卖得很快, 没用多少时间, 就卖完了所有的木树, 他也差不多收获了五万元南顿, 对于能卖到这些钱, 他已经很满足, 收拾起东西往来时的路走去, 路过村子里的学校, 小骏忍不住偷偷向里打量了起来, 他也本该和这些孩子一样, 正是无忧无虑在学校上学的年纪, 但他目前的状况, 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羡慕, 转身来到了万能的小卖部, 先是买了一些吃的, 随后来到了装满了各种蔬菜种子的大盆钱, 认真挑选起合适的品种, 最终选了一包当地的菜种, 将东西放到一起, 顺道叫老板娘拿了个洒水壶, 差不多今天赚到的钱, 全部付了出去, 小骏带着东西回到家中, 先是就着饮料吃过午饭, 他带着菜子来到了地里, 在种之前, 小骏耐心地给每块递开了沟, 并取出了昨天收集来的牛粪, 在播种沟里撒了一些, 这样一来, 就算菜苗刚长出来, 也能有很好的肥力, 供它们茁壮成长, 确保每块地都照顾到后, 小骏撕开种子的带口, 在每条开垢出来的沟里都播上中, 用铁锹扒拉回一层浅浅的土, 细细的菜籽决定了不能将其埋得太深, 不然容易导致种子难以破土而出, 当然了最后一步, 还要为其浇上适量的水, 湿润的土壤更加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对于这片菜地, 小骏浅浅浅浅清除了许多心血, 他也是满怀期待, 希望能有朝一日吃上自己种的菜。 男孩为自己在野外的住所挖厘口井, 不料夜里吐降大雨, 湖水差点就慢到了房子, 但因火得福, 他在井里抓了几只青蛙, 美美地吃了一顿。 这天早上, 小骏早早地起来, 洗漱完发现, 桶中的水已是不多, 于是拿起水壶, 来到了老地方灌水, 谁知以往清澈的水坛子, 这会正往外冒泥水, 这明显是要不成了。 回到屋内不由地叹了口气, 本身跑那么远去灌水就有些麻烦, 再加上偶尔水质不稳定, 连最基本的饮用水都无法保障,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倒不如就近在门前挖一口井出来, 虽然暂时会比较辛苦, 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 想来还是划算的, 先是铲掉了表面的杂草, 确定了大概范围, 小骏回屋拿来了一根绳子, 套在木棒上之后, 制作成了一个简易圆规, 在地上画了一圈, 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圆形井口, 接下来只需要按部旧班地往下挖就可以了, 不过才浅浅地挖了一层土, 天空却是下起了雨, 小骏并没有停下, 只是戴上了帽子, 就回来继续干活, 直到原本稀疏的小雨, 变成了豆粒般大小杂落下来, 他才意识到了不妙, 赶紧收拾起东西, 回到屋内躲雨, 就当是休息了, 透过小窗静静欣赏窗外的雨景, 这雨不算小, 铺了塑料膜的屋顶, 这次算是经收住了考验。 带到雨停, 小骏立马重新回来干活, 毕竟这关系到自己能不能喝到干净的水, 这里的土都是些松散的沙土, 产起来倒是容易, 就是这个工作量对一个孩子来说着实不小, 渐渐地井口由一个小熬坑, 变成了膝盖深的坑洞, 又继续变成半人身, 直到成为一人圣的深坑, 这才回到地上, 主要是这回时间已是不早, 得趁着天还亮, 把晚饭先吃了, 简单地烧了湖水, 泡了碗面吃下, 今天干得有点累, 还是早点休息吧, 睡到半夜, 屋外又是重新下起了大雨, 好在屋顶有了塑料膜的保护, 不再漏入。 小骏在屋内安心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当他撑开窗户, 惊讶地发现, 湖中的水位暴涨了许多, 差点就要慢到台阶处, 也算是幸运, 至少他开垦的菜地, 绝大部分还没有被水淹没, 挖的这口井, 倒是积满了水, 不过不是靠渗透进来的水, 不是那么干净, 显然是喝不成的, 既然已经这样了, 残局还是要收拾的, 冒起还没有飘远的竹竿, 对放到更高一些的地方, 这场业余打断了小骏的进度, 他不得不等到湖水退去再做打算。 好在今天的天气不错, 经过半天的时间, 水位回到了直比以往高一点的程度, 小骏在还有一些浑浊的水中洗干净衣服, 晾晒到晾衣杆上, 顺道把被雨水浸润的有些湿气的柴火, 也拿出来晒晒, 接下来他打算把井中的水盘一变, 一桶桶提起来往外道去。 一直到快咬干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太阳钻接的云层里, 小骏健壮把晒着的衣服收起, 看了下应该不会马上下雨, 而井里的水已经差不多见地, 从竹竿上聚下一些竹筒, 又将其破成了对半。 这些竹片他准备安装到井口内, 重新倒掉几桶刚从井底渗进来的水, 小骏直接跳了进去, 清澈的水流从一旁冒出, 而昨夜的大雨不仅给他带来了积水, 还有几只青蛙同样跳到了里面, 小骏一把将其抓起, 放到桶底先, 一顿乱摸之后, 一共抓到了四只, 这算是意外之喜, 看来晚上可以加餐了。 拿来准备好的竹片, 小骏重新下到井底, 利用木棒的敲击, 贴着井壁一圈拍下, 保护起四周, 不让周围的泥沙轻易滑落, 等他弄完。 井内本不多的水, 已是到了其腰身, 小骏踩着竹片借里爬出, 为了能尽快喝上干净的水, 他打算再把里面的水翻一遍, 忙忙碌碌一下午, 这回总算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下, 洗去身上沾染的泥沟, 他在烧着火的灶台上放上锅煮饭, 至于晚上的菜, 自然是一早抓到的这几只蛙, 来到布头上将其去掉内脏, 切成块放到另一口锅中, 当他处理完, 米饭已经差不多好了, 不过还得在闷会, 才能软硬适中, 趁着这个时间, 小骏脱去衣物, 来到布头上洗去一身的汗子, 回来换上干净的衣服, 放上洗好的挖块, 他也没有多余的调料, 只是往里头简单地加了点油和鱼露, 煸炒至完全熟透。 小骏配合着米饭吃了起来, 虽然只是简单的做法, 味道也就一般, 但许久未曾吃肉的他, 吃起来那是格外的香, 连饭都多干了一碗。 真的是太好了, 好心打书又带了物资来探望小骏, 还帮他理去了过于长的头发。 再挖好井了第二天, 小骏一早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虽然这口井现在已经能打上来水喝, 但周遭堆积的泥土着实有些暗眼, 小骏把他们往四周铲去, 直直探平成一个平台, 而后又挥动铲子, 在离井口周围一圈, 规划出一个圆, 向下挖出一道凹槽。 这是为了防备下雨的时候, 污水流淌到井中, 当然, 还得设计出一道与之相连的排水沟, 其实相较来说, 还是加高井口效果会更好一些。 碍于材料有限, 要做到这样一个防水的井口, 目前是不可能了。 但小骏仍然加工了一堆材料, 他觉得在井口加上防护,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不掉进去, 二来, 多少也能防备其他小动物跑进去影响水质。 插上竹片围成一圈后, 他拿了已经砸散的细竹竿, 摊开来卡进了各根立柱之间, 随着竹片的逐渐增高, 如同一面墙壁一般将井口保护了起来, 小骏还特意流出离格缺口, 工平时自己打水用,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充分做到了物尽其用。 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 小骏收起晒着的衣服, 从井中打了点水, 咬了点进锅中, 放到灶台上煮起, 正当他在烧着火, 之前帮助过他的大叔抱着个箱子来到了小屋前。 他先是好奇地打量了下这口井, 蔡出生喊了声小骏, 小骏赶忙出来迎接, 两人围着井口聊几天, 大叔夸他这么厉害, 一个人竟然挖出这么深的井, 进到屋内, 大叔对需要改进的地方做了下指点, 示意他可以在这个位置夹把锁, 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仔细地给了一番建议。 他开始拿出今天带来的东西, 首先是一块肉, 他也知道小骏的状况应该是吃不起肉, 算是给他改身下伙食, 箱子里还有一些调料和米之类的必须品, 又是吩咐了几句, 喊他这肉中午就吃掉, 别放久了坏掉, 大叔就转身离开, 小骏带着肉就放到锅中煮起, 这边还在厨房里忙活, 却见大叔回来了, 原来是他把一件事忘了, 来的时候就带着电推子打算给小骏理个发, 没想到下了摩托忘了拿, 于是他重新赶了回来, 拿了个桶当做凳子, 塑料膜当做围布, 大叔表示这玩意用起来也不是很熟练, 里程什么样只能虽然, 小骏当然不会介意, 大叔开始了他的表演, 看他的操作果然是个门外汉, 只是把周围一圈长的部分离短, 一头飘逸的长发变成了个西瓜头, 不过远看别说还挺适合小骏的, 主要是小伙子长得就不赖, 什么发型都能嫁于一二, 感谢过大叔,小骏来到布头上洗了个澡, 喜剧掉落在身上的碎头发泄, 大叔只会正在帮他做饭, 见着小骏回来了, 告诉他肉已经煮好了, 回到屋内又递了些钱给小骏, 小骏本想叫他留下来一起吃饭, 但大叔显然也不想给他添麻烦, 静止离开了这里, 小骏只好把感激放在心里, 回来收拾好东西, 把煮熟的肉切成了块, 倒上点鱼酱油, 配合着米饭吃了起来, 已经好久没有这八斤吃到肉的他, 这大块大块的肉吃起来实在是太过瘾了, 一口气把这碟肉吃了个干净, 连着饭也干了三四碗。 第二天, 小骏仙是在菜地里处理一片草, 简单地吃过饭后, 拿着碗和锅打算来湖边洗洗, 不料脚下一花扑通一声摔进了水里, 好在这里水不是很深, 他当即爬了起来, 可这地方这么滑可不行, 以后还要经常来这洗东西, 于是他回到屋内取来铲子, 在下坡的地方挖了三个台阶出来, 这回走起来就稳当了许多, 洗过碗筷, 小骏马不停蹄地回来干活, 只见他破开了一整根竹竿, 之后再对半分开, 去掉残留的竹节, 得到了四根平整的竹片, 带回到屋内, 顺道拿掉了床柱, 从床底下拿出上次未曾用完的塑料膜, 他打算听从昨天大叔的建议, 给这面靠床的墙面也护上塑料膜, 平时倒是没什么, 要是下大雨, 确实会有灵性的水珠, 透过不是那么密封的墙面, 渐进屋内, 利用竹片当作压条, 将塑料布牢牢地固定在了墙面上, 算是给自己的小床上了二道保险, 相信生活不会亏待这个勤劳的男孩, 他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独居荒野的男孩在山里挖了一些笋, 通过售卖换成了钱, 回来的路上, 在路边小滩美美地吃了一顿越南卷粉。 这天一早, 小郡关好了门窗, 带着贝勒出了门, 趁着今天天气不错, 他打算去附近找点可以卖钱的货物, 不多时已是来到一片竹林前, 地上正好有些刚冒头的竹笋, 那么决定就是他了。 这些竹笋看上去并没有毛竹笋那么大, 有点类似雷笋的感觉, 但不管是什么品种, 对小郡来说能卖钱就行, 沿着竹林四周寻找了一遍。 很快就采集了快一倍老, 眼见着是差不多了, 他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中带来了秤, 他继续出发, 用了个把小时赶路, 才来到了镇子上的市场里, 昨晚下的雨, 地上还留有一些积水, 所以小郡没有往老位置去, 而是选择了一块香轿来说干爽的地方摆下摊位, 见一个小孩在这摆摊, 很快大家围了上来, 你一些我一些, 一回功夫就去掉了小半, 主要原因还是他卖得相对便宜, 而且不论谁来都是笑脸相赢, 不多时已是卖完了今天的货, 今天一共卖得了接近十万元南顿, 回去的路上, 听从昨天大叔的建议, 买了一把链条锁, 到时候锁在门上, 可以为自己不在家时, 增添一丝安全性, 今天卖损得到的钱还有些剩余, 小郡打算奢侈一把, 他在卖捐粉的一家小摊前坐下, 问老板娘要了一份, 虽然只是普通的食物, 但他自己可不会做, 难得吃一次, 只觉得实在是太香了, 三两下吃完这碟卷粉, 小郡服完全离开, 路过一座桥时, 见到水面暴涨了许多, 可能是上游水库正在泄洪, 这条河可是连接着家门前的湖, 心想可能要糟, 果不其然等他回到家, 水已经漫了上来, 好在这口井挖的位置够高, 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把新买的锁穿过门与墙壁之间的缝隙, 设了下还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靠厨房这扇门, 他拿回来两片主板, 把一片当作蝎子拍入途中, 另一片刚好卡在床腿和门之间, 这样再想从外部推门而入是不可能了, 他不在家时, 算是可以提供小小的安全保障, 望着这满满当当的湖水, 小郡只觉得有些累, 干活也不及于一时, 还是等明天再说吧。 四日一早, 小郡洗完脸, 带着脏衣服来到水边, 相较于昨天水位已经褪去了一些, 浑浊的湖水也在朝着澄清转变, 清洗完衣物, 挂到太阳底下晒气, 今天显来无事, 他打算把屋子周围的杂草处理一下, 这样茂密的草丛很容易藏着蜡条, 着实有些不安全。 一连放倒了一大片, 正当小郡还在忙着, 一位大叔走了过来, 说想在这钓鱼, 小郡只能算这里的半个主人, 自然是答应了他。 当他把附近砸草处得差不多了, 天空却下起了雨, 小郡赶忙跑回屋前, 收起自己的衣服,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休息一下, 看着雨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停的, 小郡干脆躺了下来。 厨房的屋顶不知什么时候也有点漏雨, 等他一觉睡醒, 带着未用完的塑料膜来赶紧处理这个问题, 先是削了一些竹片, 而这时大叔仍然在执着地钓鱼, 不知道刚才下大雨的时候去拿多雨了, 小郡测量了下需要的长度, 裁断后将其挂到了屋顶底下, 最后再用刚才制作的竹片压紧, 只要不刮风一般的大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未曾停下来休息, 他又拿起了柴刀, 对着房前屋后的杂草砍去。 突然钓鱼的大叔换小郡过去, 原来是他钓了一下午, 就钓了这几条小鱼, 也懒得拿回家了, 就送给独自居住在这的男孩吃好了, 告别了大叔, 小郡接着干完了活, 才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饭, 光是米就倒了满满一碗, 看来晚上他打算好好饱餐一顿, 待到米饭煮得差不多以后, 他换上利口平底锅, 等锅热了, 网上倒了点油, 这种新鲜的小鱼并不需要去掉鳞片和内脏, 直接放进油里煎就可以, 可能是油温有点低, 放进去的鱼有点粘锅, 小郡也不敢乱翻, 万一全粘锅底了还吃什么, 只能等到一面煎的酥脆, 才用筷子给鱼翻了个面, 继续煎了一会这鱼就算好了, 不过晚上他打算在院子里来吃, 攀好塑料布, 端来饭和唯一的一盘菜, 虽然卖相不怎么样, 但这小鱼见得酥脆, 吃起来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小郡一连干了三碗饭也算是吃饱了, 收拾起碗筷, 拿着书做了回去, 既当作放松, 又巩固了一番之前学习过的知识, 这样勤勉又懂事的孩子, 谁看了不喜欢呢? 独居荒野的男孩改造了自己的厨房, 不仅加大加宽了一大劫, 还亲手利用竹子打造了一个植物架, 上期我们说道, 小郡为院子四周清理了茂盛的杂草, 现在看上去清爽了许多, 今天他打算在厨房外面再盖一间棚子, 可以作为平时吃饭休息的客厅用, 当然第一件事是去收集足够多的材料, 走到半路, 发现路边树上接了一些青色的椰果, 摘了几棵尝了一下, 酸酸甜甜很是可口, 但现在还是干活要紧, 没有过多停留, 小郡来到了一片竹林前, 对着毛竹根部砍了下去, 这些竹子漫山遍野随处生长, 而且并不属于某个个人, 让他收集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花了些时间已是放倒了一大牌, 而后修剪掉多余的质鸭, 只保留了竹干精状部分, 扛起它们放到了一片牧树地边上, 一整个上午都在处理这些竹干, 这回也是累得够呛, 裸露的小腿在草丛里被蚊虫叮咬了几个包, 养得他一只脑, 休息了好一阵子, 他还得把这些竹干运回到住处, 碍于力气有限, 不得不一根根往回家扛。 一番奔波总算是带回了所有竹干, 小骏马不停蹄地来到厨房前, 收拾掉早些时日大的这个台子上的东西, 既然打算在这新建一座棚子, 干脆这个台子也拆掉, 到时候弄个更加实用的, 在开干之前, 小骏先是产去了一层土, 使地面更加平整的同时, 还扩大了一些面积, 刚拿来的竹筒拘出窝口, 插入到挖好的机坑中, 架上房梁后用绳子绑紧, 另一边选择和厨房共用一面墙壁插入船子后, 形成一面内高外低的屋顶, 可以确保雨水顺利排出, 给各个交界处绑好绳子, 那么接下来就剩屋顶的铺庄了, 而它也是再次来到了甘蔗地里, 从里头捡了一大落干枯的甘蔗叶, 通过这段时间的对比, 确实是比茅草来得好用一些, 还是和之前一样, 编织成片状, 沿着屋顶的船子, 一片片盖到屋顶上, 再用竹笔加以固定, 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棚子的搭建, 这回它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直接拿来塑料膜, 覆盖在了屋顶底下, 这样一来也就不需要担心漏雨的问题了, 忙活完整一切, 时间已是来到了傍晚, 小骏往锅中倒了小半碗米, 淘洗过后, 放到灶台上慢慢煮起, 等饭熟的时间里, 正好去布头上洗个澡, 虽然身处野外, 但小骏很注意个人卫生, 每天一有空, 就会来这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换好衣服, 从袋中拿了一个鸭蛋, 仔细擦拭干净鸭蛋壳, 放到半熟的米饭锅中一起焖熟, 虽然只是简单的水煮蛋配白饭, 但劳累了一天的它, 不管吃什么都是香的, 第二天一早, 小骏先是例行地洗了下昨日换下的脏衣服, 晒到晾衣杆上后, 它马不停蹄地带着工具来到了棚子底下, 在厨房的柱子上做了下规划, 它打算在这重新放一个植物架, 用来替代昨日拆掉的台子, 依旧是老样子, 先是锯了几根一样长的竹筒, 而后在每根竹竿上, 用柴刀划拉出了一条直线作为基准, 以一根竹片作为尺子, 横向又划了一条线, 这样每根竹筒上留下了一个焦点, 目的就是能精准地在相同位置开出凹槽, 随后它又削了一些竹片, 刚好可以插进开出的三个孔洞中, 两根竹筒拼接到一起, 组成一部类似梯子的结构, 剩下的两根如法炮制, 在一侧打上钉子防止左右晃动, 最后组装成一个框架, 竖起来以后我们已经能看清, 这个置物架被分成了三层, 而现在还需要给每层安装上隔板, 由于事先已经设计好了, 现在拿起竹片往上放就行, 为了这个架子能多使用一段时间, 小骏还特意弄了几段铁丝, 穿插进缝起之间, 前前后后绑了一点, 按照之前的规划, 再靠墙角的位置挖了两个坑出来, 使得整个架子摆进去之后能够保持水平, 收拾完地上的杂物, 堆到角落一把火烧了, 把锅碗瓢盆这些重新拿出来放到架子上, 事实证明就算是一个半大的孩子独自居住, 只要有着一双勤劳的手, 生活照样能过的井然有序。 这一定是男孩近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好心大叔过来给他庆祝生日, 不仅一起吃了蛋糕, 还送了衣服和书本作为生日礼物。 上期我们讲到, 小骏在厨房边上扩建了一间棚子, 并为其安排了植物架, 今天他打算给这个空荡荡的客厅安排一套床桌, 所用得到的材料还是竹子, 毕竟他住的这间小屋, 里里外外都是竹子打造而成, 对于如何利用这种材料, 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 小骏先是根据作用不同, 分别鞠了长短步一几根竹筒, 在消去表面还残留的竹节疙瘩, 费了一番功夫才整理好了材料, 小骏挥动铲子在地上挖了几个碗口大小的深坑, 安插进作为床腿的立柱, 同样在另一侧也埋了这样两根竹筒, 他利用钉子将床梁固定在了柳有槽口的床腿上, 坐上去湿了下, 基本还算牢固, 继续抱来加工好的材料, 打上钉子,组成了这张竹床的基本框架, 至于床面还得现加工一些竹片出来, 密集地排列在一起, 最后在两端分别放上一根竹片, 用铁丝绑紧在床梁上即可, 这样免去了每根打钉子的麻烦, 虽然这床不是拿来睡觉的, 但小骏还是在完成之后忍不住躺上去休息下, 回到屋内拿出上次大叔给买的拖鞋, 就算旧的前头破了个洞, 他也舍不得丢, 依然放到袋子中保存好, 拿了盒饮料, 坐在新床上喝完之后, 休息也正式结束, 后续还有活在等着他, 当地人吃饭都习惯盘腿而坐, 而现在还缺一张类似咱们这北方土炕上的桌子, 别看它不大, 但坐起来该有的工序一点都不能少, 拼接好框架再铺上桌面, 最后河床的两端一样压上竹片绑紧, 这样一来, 不论是吃饭还是看书都有了去处, 收拾完地上的碎屑, 小骏带着桶来到了湖边, 随便一找岸边就有好多螺, 收集了一些准备当做晚上的菜, 清洗掉表面的泥沙, 先放到锅中煮起, 待到彻底煮熟后, 换上淘气好的米饭锅煮饭, 倒进凉水中冷却一下, 利用竹签将螺肉挑出, 这些扶瘦螺虽然能吃, 但只有经过这样的处理, 只剩下干净的螺肉吃起来才放心, 回来煮好饭, 小骏打算再把螺肉炒一下, 吃起来也能更香一些, 倒上一些鱼不提鲜后, 装到碟子中准备吃饭, 虽然只有这么点菜, 但相较于以前酱油拌饭, 已经好了太多。 四日一早, 小骏已经忙活了起来, 不知在哪捡回了几根树干, 掘开之后, 先是埋了两根进土里, 再往里放进柴火, 这样一堆马放整齐的柴火锅, 应该够他烧好多天, 为了不被雨水打湿, 特意在上面盖了张粟料膜, 短暂地休息过后, 他又带着铁丝和工具来到了院子里, 主要是之前那个旧的布头实在是有些破烂, 休的话, 还不如就近重新搭建一个出来块, 破去衣物, 带着竹筒插进了湖水中的烂泥里, 目前看上去还是摇摇晃晃的, 带着不要紧, 先给他用铁丝绑上一根横梁, 接着就可以架上长竹竿当做台面了, 当然, 单单这样, 可能随时都会散掉, 还需要在左右各插上一根立柱, 并在上面绑上一根横梁, 既能压平各根竹筒的同时, 也能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为了能使用得更久一些, 岸上的部分同样需要这么处理一番, 有了这个离家近的布头, 现在洗澡洗衣服倒是方便了许多, 刚刚洗完澡正在擦拭身上的水珠, 几天眉间的大叔提着盒子走了过来, 先是上来看了下小郡刚打造的布头, 夸赞单弄得还挺结实的, 这时才提起手上的蛋糕, 祝小郡生日快乐, 原来前几次来的时候, 有专门问过小郡生日, 他一直记在心里, 今天专程带着蛋糕来给他庆生, 他换大叔先在那边休息下, 自己去屋内穿上衣服, 大叔递给了他一套新衣服,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 小郡换上新衣服出来, 也很是开心, 知道这孩子比较上进, 大叔还带了一些课本, 供他闲暇之余可以自学, 接下来就是这个蛋糕了, 带好手新帽, 点燃蜡烛, 小郡默默地许了个, 希望自己生活越来越好的愿望, 小郡既有些开心, 又有些感动, 从小到大, 还没人给他过过生日, 这回还是第一次, 大叔给他拍照留念, 面对镜头小郡流露出一丝腼腆, 但开心是藏不住的, 切完蛋糕, 两人一人, 一块对坐着, 一边聊着家常, 一边吃了起来, 才吃完一块, 不知什么时候变了天, 不仅起了风, 而且天空中乌云密布, 眼看着是要下雨了, 大叔也不好继续留在这, 他得趁着还没下雨, 赶紧赶回家中, 这个男孩也太聪明了吧, 他利用竹子作为原料, 徒手在河道里, 打造了一个捕鱼陷阱, 靠着他抓到了好几条大鱼, 回家路上卖了一些换乘钱, 剩下一条只做成烤鱼, 一个人吃了个爽, 这天一早, 小郡已是出现在了外面, 穿过吊桥, 沿着这条水流不算大的小溪, 来到一处水面狭窄处, 这里看上去, 非常适合设置捕鱼陷阱, 但小郡不急, 他还是打算去别处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上游横握着几块巨石, 站在上面仔细地考虑了下, 还是觉得刚才的位置比较合适, 至于打造陷阱要用得到的材料, 还是在当地随处可见的竹子, 一连放倒几颗后, 扛在肩上, 带回到了对岸的一片草地上, 有了足够的材料, 小郡按照自己脑子中的想法, 开始处理起来, 虽然没有带来更为衬手的句子, 但用柴刀慢一点, 还是能将竹子分割开来的, 切开了所有竹筒, 小郡改砍为批, 将其削成了一片片长短不一的竹片, 看上去简单的活, 却是足足耗费了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抱起短一些的竹片, 小郡将其作为龙骨, 其余的长竹片以上下交错的方式卡了进去, 经过他耐心的编织, 制作成了一张长长的竹板, 当然光平这一扇还是不够的, 小郡又花了一些时间, 编织好了与之对应的侧板之后, 这才抱起准备好的材料, 一趟趟往河边运去。 只见小郡先是利用竹筒和竹面, 在河道里搭了一个框架出来, 接着再用竹片将左右两边连接在一起, 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之后就可以安排上刚制作的竹板, 底下一块左右两侧隔一片, 分别用竹面捆扎牢固, 组装成了一个前低后高, 如同车斗一般的陷阱, 其竹子编织而成的材质, 确保了水流能毫无阻碍地顺利流过, 而要是有余进到里面, 那就别想跑了。 但目前, 鱼儿依然能从左右溜走, 所以小郡捡起了水里的石块, 先是在另一侧围出离岛水坝, 而发大水时冲下来挂在树上的编织带, 这会正好利用起来, 往里头装满石块, 拖到缺口出效果还要好一些, 逐渐地将所有水流过的地方都用石块堵好。 小郡拿起了地上一根没有用完的竹片, 来到上游使劲抽打起了水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驱赶鱼儿往下游而去, 河道的各个角落他都照过离边, 而陷阱处果然有慌不择路的鱼一头撞了进来, 搁浅在竹板上无法逃脱。 小郡也发现了这条鱼, 飞奔过来将它抓起。 用竹灭穿过鱼塞, 先把它挂在竹竿上, 这边刚处理好, 又有一条鱼刺头罗网, 小郡喜滋滋地继续将其穿好, 同样挂在了上面, 回来继续驱赶鱼儿。 一段时间之后, 等他回来看, 又有两条鱼落入了陷阱中, 好家伙, 这每一条都是大鱼, 看来今天不仅自己能有鱼吃, 还能借此小赚一笔, 重新回到水里一顿拍击过后, 再次看到一条鱼进的陷阱, 激动得他顾不得跑掉的拖鞋, 直接冲了过来, 还好水流将拖鞋重新带回到了陷阱里, 这时太阳已经吸血, 而鱼已经抓了五条, 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将抓到的鱼都挂在竹片上, 如同小鱼翁一般跳在了肩头, 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位正忙完农活的大娘, 见到小郡抓到了这么多鱼, 就问他卖不卖, 这正合小郡的意, 他原本也打算去街上卖掉这些鱼, 卖给大娘们还能省不少事, 两条鱼卖了十万还算不错, 来到马路上, 又遇到一位骑摩托路过的大哥, 小郡肩上的鱼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停下摩托也是要走了两条, 同样卖了十万, 剩下的这条小郡打算拿回家自己吃, 回到家立马拿来砧板和桶, 来到布头上将鱼处理干净, 并架在了竹片中, 看来他是计划做一条烤鱼, 在空地上架好柴火, 点燃底下的枯草, 把鱼放在一旁, 还得等柴火变成了炭, 才比较适合烧烤, 趁着这段时间, 小郡舒舒服服洗了个澡, 回来照看了下鱼, 来到厨房倒了点鱼路和油在碗里, 又在一旁砍了一根茅草出来, 砸烂一头, 制作成了一个简易的刷子, 插进碗里沾了点油, 刷在了半熟的鱼身上, 看来他对烤鱼这块还是有点惊艳的, 刷上了油, 不仅能让鱼熟得更快, 还能锁住其体内的水分, 到时候烤出来也能更加的鲜嫩, 经过半小时烘烤, 鱼已经差不多了, 本想闻闻香不香, 却是差点就烫到了鼻子, 看得出来好久没有吃鱼得它, 那是期待得很, 把鱼从竹片上取下, 放到锅中, 尝了一口, 味道果真是香极了, 考虑到即时剩下也没办法储存, 索性晚上就没煮饭, 但这条鱼已经够他吃饱。 伴随着新一天的到来, 小郡趁着今天天气不错, 拿出了自己的床路, 挂到亮衣架上晒起, 住在湖边又经常下雨, 难免被子什么的会有些潮湿, 偶尔晒晒不仅能去除霉味, 还能起到杀菌的效果, 回到屋内。 当他妄想一直未曾干透的泥地, 他有了个新的想法, 何不干脆给地面铺上一层石块, 虽比不上水泥地, 但至少会比当下干净许多, 目前安装的门是将内开的, 那么第一步还得将原来的土铲去一层, 不然铺上石块之后, 势必会导致无法开关门。 好在他居住在这的时日尚短, 地面还没有被他踩得太过结实, 经过一点时间的努力, 终于是达到了理想的厚度。 简单地坐下来擦了擦汗, 他来到屋外捡来已经收集好的石块, 一桶一桶往屋内搬运, 间隔着在各个点位道上一些。 在铺装之前, 还需要将地面用铲子进一步撬松, 以便石块能够更好地嵌合进去, 配合着木棒的敲击, 石块稳稳地镶在了泥底上。 由于天然的石块, 每块形状都各不相同, 这就非常考验小骏的创造力, 不仅要做到石块之间大概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 还要使他们之间尽可能地相互紧密贴合, 不留下太大的空气。 虽说看起来有点繁琐, 但小骏还是凭借着他的耐心, 很好的完成了这项工作, 来到布头洗去脚上的泥巴, 回来收集晒着的被子, 随着临近下午, 屋子的阴影已经挡住了太阳的光线。 小骏接着将多余的苦铲到了一旁的篱笆旁, 好让自己的出行保持空长。 忙完了这一切, 他也开始准备晚上的晚饭, 煮上饭, 煎了个蛋, 又是简简单单的一顿饭。 次日一早, 忘了岩长满杂草的菜园子, 他心中已是有了计较, 不过还是得先把昨天未完成的活干完, 小骏在台阶上用铲子划了两条线出来, 打算在这里面同样铺上石块, 流程还是一样。 先是铲去一层泥土, 捡来石块耐心地铺在上面。 铺完之后, 不仅编得更加美观, 踩上去更是防滑了许多, 小小地休息了下。 接下来也该好好整理下这个菜园子了, 自大上次不完肿,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里面的菜苗长得稀稀疏疏, 第一次种菜算是失败了, 那么只好当做杂草一起拔掉了。 一双手清理完大多数杂草后, 小骏换上铲子, 重新将土翻了一遍, 细小的杂草一下子埋进了土里, 原本半荒废的菜地 立马整洁了许多收拾吊拔出来的草。 小骏已是被晒得出了一头汗, 用帽子扇了汇丰, 今天的活还没有结束, 他还得为这块地重新拨上种子, 鉴于上挥开钩的效果不是很好, 这次改为了用铲子, 在平整好的田笼上, 凿出一排播种坑, 均匀地开好洞后, 为了之后种子能茁壮成长。 小骏从这个欧肥坑里掏出了一些发酵过的肥料, 经过这段时间的风吹日晒, 除了颜色看起来黑一点, 这肥料已是变得和其他泥土差不多了, 但有总好过没有, 在每个坑里都撒了一些。 小骏从墙角拿出准备好的菜种, 利用手指在肥土上戳出一个小坑, 正好可以放几粒种子的样子, 轻抚回表层的泥土, 照理说他已不是第一次种菜, 上一次失败大概率是因为那几场大雨, 导致湖水暴涨, 淹没了一部分菜地。 这回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 还是希望这个勤劳自强的孩子有个好收成吧。 最后, 小骏在湖中打了点水, 为菜地做第一遍浇灌, 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种子发芽, 来来回回好几趟, 总算是浇透了这片地, 这回已是湿进中午。 早饭没吃一口的他早已饿了, 还是先做饭要紧, 简单地煮了一锅饭, 菜就是前几日路过小卖部买的这罐碎花生, 虽然简陋了些, 但他依然吃得狼吞虎咽, 过惯了苦日子, 他不止一次体会过挨饿的滋味, 如今能吃饱饭已经很满足了。 南海问村民进了一些黄皮果, 拿到市场里卖调换成钱, 回来的路上买了点豆腐, 煎成两面金黄, 算是小小地改善了下火时。 这天早上, 小郡关好门窗, 背上背楼出的门, 前几日都是待在家中干活, 那么今天他打算出去转转, 看能不能赚点钱回来, 补充一下日渐空虚的小金库, 穿过一片蓄水时, 来到了村子里面, 小郡不停地张望着, 农村的屋前蛇后总会种一些果树, 不多时就发现了一棵挂满果子的黄皮果树, 这些当然都是有主的, 可不能乱摘。 小郡进了这户人家的院子, 和大娘说好摘一些, 到时候付钱给他, 小郡放下被篓就开始摘, 黄澄澄的果子低垂着枝头, 倒是方便了他采摘, 即使以他小孩子的身高也能轻松够到, 这种形似龙眼的果子, 吃起来有种独特的香味, 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相信应该不愁卖, 把底下自己能够倒得差不多摘完, 已是有了一整箩筐, 他也不多摘, 这些要是能卖掉也差不多了, 背起被篓, 来到大娘家院子里, 放到台城上撑过后, 一共快有十斤重, 重新放回被篓里收好, 小郡按照说好的价格付了六万给大娘, 在一旁狗子的欢送中离开了这里, 出来没走多远, 他停在了几块十吨子前, 喝了点水休息了一阵, 取出了被篓中的黄皮果, 这可不是打算在这卖, 毕竟这里没什么人, 而是把这些果子捆砸成了树, 这样做不仅卖相好了一劫, 到时候论树卖也方便一些, 在离开之前, 他还特意留了一点在外边, 一边吃一边赶路, 不会让路途显得那么无聊, 半小时后已是来到镇子上的市场里, 刚走进去, 一位大妈就喊住了他, 招招手叫他过去要买他的货, 大妈挑挑拣拣买了一束, 小郡也收到了今天的第一笔钱两万, 只是被这么多人盯着, 有些怪不好意思的, 腼腆地笑了笑, 穿过热闹的街巷, 他向自己经常摆摊的老位置而去, 到了地方, 把果子一束束地整齐摆放在编制袋上, 小郡坐在他的小摊前, 一边吃着果子, 一边等起了顾客, 因为是个小孩在这摆摊的缘故, 首先引起了周围摊贩的注意, 一位跨着钱包的大姐靠了上来, 要走了一串, 算是照顾小郡的生意, 但凡停在他摊位前的, 小郡都热情招呼, 这回又卖了两串, 最后还剩下的, 更是被一位大姐一次性全部买走, 一共带过来六束, 一每串两万卖掉, 单算利润率高达百分之百, 但刨去成本也才赚了六万, 不过对于小郡来说, 也很是满足, 这些够他买米吃好多天的了, 有了这笔钱, 小郡打算小小地消费一波, 先是买了一块豆腐, 这个孩子吃饭一直以来没什么菜, 不是他不想, 而是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今天的这块豆腐都算改善伙食了, 两边卖什么的都有, 小郡却是不敢停留, 生怕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 静止来到一家卖塑料制品的地方, 问老板买了一个桶, 家里的那个前几天用来装石头, 被他弄破了, 这也是不得已才买了这个桶, 有些开心的他把桶当做帽子套在了头上, 平时就算表现得再成熟, 终归还是个孩子, 一路回到家中, 先是给新买的桶绑好绳子, 来到湖边打上来水, 洗了洗脚上沾染的灰尘, 接下来也到了做饭的时间, 淘洗干净米, 重新加入水, 用手指大概测量了下水位, 端到灶台上煮起, 趁着煮饭的时间, 小郡拿出了买来的豆腐, 用万能的柴刀切成了小块, 虽然这块挺大的, 有可能一餐吃不完, 但它可没有冰箱, 还不如一次性煎起来, 说不定还能多放一天, 煮好饭后, 换上煎锅, 倒上点油, 用筷子试了试, 油温已经起来后, 一块块放上豆腐, 带到一面煎着金黄, 再换个面继续煎, 这边先煎着, 他端着饭锅, 放到了桌子上, 拿了个小碗, 倒上鱼露先准备好, 待会就煎豆腐蘸酱油吃, 这柴火火力不大, 反而成了优点, 煎出来的豆腐, 色泽金黄相当诱人, 眼见着是差不多了, 放到碗里装好, 这回南的算是富裕力吧, 吃饭都有两个菜了, 就着这碗豆腐和花生, 他吃得可香了。 直接干完了小半锅饭, 独自一人居住在这, 所有的活都得自己干, 吃完饭, 紧接着还得收拾碗筷, 拿到布头上清洗干净, 力索地洗碗碗, 放回到架子上, 昨日种下的种子, 今天还需要浇灌一遍, 忙忙碌碌又是一整天。 男孩为了进山采摘山货, 选择在野外露营, 靠着前人留下的废弃小食屋, 搭建起了一座临时庇护所。 这天一早, 小军一起来就在煮饭, 这可不像他的作风, 一般情况下, 他都是不吃早饭, 直接省下和午饭一起吃的。 原来他打算进到山里待几天, 山中丰富的物产能给他带来不小的收益, 为此小军也是做足了准备, 不仅带上了一小袋子米, 还有两包泡面, 连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都一次性带上, 准备得差不多了。 小军先关好通往厨房这边的门, 由于接下来有好几天不在家, 放在院子里的这几个桶, 就很有必要收起来, 总共就那么点家当, 要是再被偷了就亏大了, 收拾好这一切, 小军锁好门, 要是就藏在了房梁的洞里。 当然, 他也没有忘记刚才煮的饭, 随手在附近摘了几片树叶, 垫在桌子上, 咬出米饭倒在了上面, 揉了几下, 挤压成了一个饭团, 放到塑料袋里装好。 这将是到达山里的第一个补给, 出发之前, 再三确认了一遍门是否锁好。 有点小强迫症的他, 总算是舒服了, 那么也是时候正式踏上旅途, 这回他没有走大路, 而是钻进了一片茅草地, 静直地往山脚下而去。 一段时间之后, 已是进到了山林中, 又累又热的他, 停在了一个小水潭前, 用清凉的山泉水洗了把脸。 没有过多的停留, 他还得尽早赶往山林深处, 路上遇到一棵长了青色果子的野果树, 摘下一棵尝了尝, 味道还可以, 可惜树上没几棵果子, 想想还是算了。 更深处也许有更好的东西等着他, 遇到被荒草淹没的山道, 就用柴刀开路, 这点小阻碍丝毫不能影响他前进的脚步, 直到他往前开辟了不短一段路程, 前方出现了一座用石头搭建的废弃小屋, 经过时间的洗礼, 屋顶早已不见, 只剩下四面石墙, 依然处理在原地。 小郡打算将这作为临时营地, 到时候就以这里为中心, 向四周探索, 挥动柴刀清理掉里面的杂草, 又捡起附近的石板, 再靠墙角的位置铺了一层, 计划将这里作为自己睡觉的地方, 接着他钻进了树丛里, 从里头砍了一些笔直的细树干下来, 拖回到营地, 粗地立了两根在一边的墙角, 两个树柴正好可以卡住一根木棍, 以它作为横梁, 再放上几根树枝, 现在看上去就有点斜面屋顶的样子了, 虽然只是临时的住几天, 小骏还是拿出了带来的绳子, 为各个交界处做好加固。 至于铺盖屋顶的材料, 从林中能用的东西也有不少, 小骏选择了这种大野域的叶子, 其宽大的叶片能给铺盖省不少事, 因为住一两天就早了, 也不用担心叶片枯萎腐烂的问题, 卷成卷用绳子绑好, 带回到营地, 先铺上带来的塑料膜, 用十块将四周压紧, 再盖上浴液。 对于止住一两天的情况来说, 它已经弄得够仔细, 最后弄了一坡比较长的野草, 铺在了石窗上面。 这样一个临时庇护所, 就算完工了, 躺上去试了下, 除了腿身不值以外, 其他都很完美, 忙活了这么久, 肚子早已饿了, 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饭团, 配上一些花生碎,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 今天还没有任何收获, 但赶路加上大建庇护所, 还是有些累人, 小骏靠在这根大树根上, 一上眼, 准备先睡个午觉。 小七离会等他醒过来, 可能意识到今天所剩的时间不多, 立马就戴上袋子和柴刀, 向着周围探索而去, 一阵寻找过后, 发现了一层竹子。 这些竹笋虽不怎么值钱, 但好歹也是收获, 先收起来再说。 由于这个时候, 已经过了出损最多的时间, 一共才找回来了大大小小午客, 包去随意之后, 小骏把它们放到山间中清洗干净, 并用柴刀将其切成了厚厚的薄片, 放到干净的编织袋上, 处理好后, 拿到一块大石头上晒起, 打算将其晒成干回去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